各位好 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课程的讲座 那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在今年春季 我们开一门新的课 就是这个Linux核心设计 那我们要怎么去运作 以及说可能大家会很好奇说 能不能旁听啊 然后甚至说如何透过线上的方式去参与 然后这门课程呢 它是开在春季大学资讯工程系 大学部的课 大学部三零级的课 然后刚好可以衔接上个学期 作业系统的课程 所以我们当初在设计这门课的时候 是考虑到这种 这样的一个成千起后的关联 那除了作业系统以外的话 就是在成功大学资讯工程系 三年下学期的课表里面呢 也有另外一本课叫做编译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门课 就是相当于是成千起后嘛 就是延续了前面作业系统 然后以及说在春季班 除了这门课以外还有的编译器 然后做对照 那就是在这个课程进行中呢 就是除了原本成功大学的学生以外呢 我们也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你知道就是一些选秀流程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就是 各位可以关注到 我们很多资源基本上都是放在网路上 那这也是我想要邀请大家 不管你是现在是学生 上班族或者说还在 对这个Linux啊 或者是相关系统 好奇的朋友们 那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参与 那接着我们来跟他介绍说 这些相关的安排 然后首先来讲话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就是其实你不难发现 尤其在台湾嘛 做一个软体工程师 或者软体从业人员 或者你已经在关注这个 台湾的资讯工业的话呢 你可能会有一种挫折感吧 就是会发现说 有很多工作其实在做这种CRUD 那CRUD就是建立啊 读取啊 更新啊 删除啊 这其实没什么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电脑运作的一个基本原理 对吧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说 很多人工作 本质上是受限在某个层面上 这意味着说你在 接下来 不管是半年啊 一年啊 或者更长的时间 很可能你就是重复这些事 那这些事呢 它其实本质上也是有些挑战的部分 只是麻烦量在说 你还没有获得更在专业上的成长之前 你可能就被其他的杂物被被这些淹没 淹没住了 那你当然会听过说你要做 你可能知道要做unitest 所谓的单元测试 那你可能也知道说 你要把文件啊 把这些更深层次的那种 整个从设计的界面啊 实作啊 那你甚至可能知道像design pattern啊 物件导向啊 你可能知道这些议题 但是你因为工作的限制 你往往你没法再往后思考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门linux核心设计呢 带给大家去思考就是说 像linux作为一个人类史上最成功的开放原始码专 那这背后这些开发者呢 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 那这些世界各地的精英 它是如何去解决问题 那他们当然一定也要做CRUD 但是它除了CRUD以外 其实还做了非常多事情 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开发者身上 学习到的议题 那也 所以我们这门课 虽然名字叫做linux核心设计 那当然主题来讲linux 其实它背后的原理 其实在很多领域这个用不到 不管是说做资料库啦 你要做图形引擎 然后我就说你要做这种金融 基本上这些都是非常有挑战 然后这背后呢 它涉及到的利益啦 或者说你一个城市没有做好 它背后的损失可能就非常大 好 那简单来说呢 我们这个教学目标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与其呢 只是传递知识 好 那我们先带给大家这个Guts 这个Guts很重要 就是说 你有能力 你有勇气去面对这个资讯科技的这种挑战 大家都知道这个资讯科技挑战非常的大 尤其像Linux Kernel Linux Kernel很可怕 就是说 在我1997年 我第一次安装Linux的时候 开始学习Linux的1997年 那时候就是基本上要过一次很长时间 Linux Kernel才会改版 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 Linux Kernel还是1.3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此时刻人们来讨论什么 Linux Kernel 5.1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这对我来说就是 21-22年的时间 很可怕 就是说 从Linux 1.3版 然后到现在是5.1版 然后更可怕的地方是说 这个程式码规模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以前我看到那个程式码 这是50万 然后我觉得 哇天哪 这是好恐怖啊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都是千万级的 而且千万级的程式码背后 它不是只是程式码 它背后的一些 必要的开发工具 然后它的 针对的硬体架构 以及它的 相关的这些技术挑战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巨大 所以我们不应该是 傻傻学识的知识 那我也不会跟各位讲说 什么教你如何钓鱼 你可能连战场都没有搞清楚 但是我们有能力 有勇气 然后就面对这些挑战 然后即便遇到这个挫折 你又没有办法往下走下去 这才是我觉得 我们尤其在一个大学课程 该做的事情 然后当然就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去展现 展现自己的这些专业 视野 获得这个内行的认可 那陆友呢 他有一句话 他说 只上得来终绝前 绝至此事要功行 然后那这个白话 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 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物 一定要是亲身事件 这讲解很简单 这个Minsky 他是以前 马上理工人工智慧实验室的这个创始人 那他也有讲过类似的话 在右边可以看到他讲类似的话 跟陆友讲这句话其实是相似的 但是 这个实践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去思考议题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讲作业系统好了 作业系统来讲的话就是 你问 修过作业系统的学生 问他说 什么是执行序 Thread 什么是Process 行程 或是对案翻译程 叫进程 就是说 这个执行序也好 进程也好 你问说 修过作业系统的学生 问这两个 概念 有什么差异 那基本上你会发现 很多学生可以立刻的回答出来 比方说 这个什么 这个 Process 就是什么 它的Edge Space是独立的 然后执行序呢 就是这样 就是Thread 是共享Edge Space 很多的可以回答出来 但是问题 比方我们思考件事 你知道 这是一款Android手机 Android手机 它目前是使用Linux Kernel 那Linux Kernel里面 当然它就会有这个Process概念 那我们回答 如何证明 你的手机里面 就是它里面有多少的 就是如何知道 这个手机里面有多少Process 那里面有多少的Thread 以及说 我要怎么从这个Thread 知道它的这个Edge Space功效 甚至如果给你Linux Kernel Source Code 那你有没有办法知道 从哪里看得出来 Process跟Thread的差异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再讲一次 难在哪里 难在呢 那一个是给你一个什么 给你一个 我们就 就是叫DUT 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Device Undertest 就是代测式的装置 代测误 我们称为叫DUT Device Undertest 那我给你的这个DUT 那你要告诉我 这个概念 这个作业系统概念 这个执行序 还有这个形成的概念 如何在这个DUT上去怎样去察觉 那另外一个是说我给你原始程式码 就是说这个我背后的这个运作机制都摆在那边 就是程式码就摆在那边 那如果从程式码内看得出这个整件事的这个观点 那这件事说真的它绝对不是用看的 不是用找的 就是很多同学学习的时候都会问说 老师就告诉我关键字 它绝对不是关键字 它背后是一个 不要说复杂 它是一个一关接着一关的一个考验 你一定要亲身去实践 反正关键说像刚刚那个例子 如果你有亲身实践 那你要去探 今天探究Linux 明天去探究Windows 探究VS Vox 基本上各样的追求 基本上那就非常快了 那具体来说 我们来思考下 我们这么可能在关注什么 那我们希望带着各位 从Linux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我在讲说 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 透过Linux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这句话真的很奇怪 就是Linux不就是一个作业系统的核心 那我要怎么从这个核心 看到这个世界 这好像感觉在医管窥听 对 乍听是这样 但是呢 你去思考一个议题 你看右边的图 右边讲什么 右边你可以看到说 它就是从这个 2004年 一路统计到2008年 讲什么 Linux核心数量的一个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一开始 比方说我们讲2006年的时候 Linux的课计大概是百万行 百万 就是比方说五百万 五百万这个规模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五百万的行数的规模 增加了很快 所以事实上呢 现在是什么规模 现在是2500万行的规模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你程式码从五百万 到两千五百万 看起来是五倍的差异 但但它背后投入的 投入的心血呢 绝对不是只差五倍 往往可能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可能差了两个 两个数量级可能差了百倍 那更有意思的地方是 Linux Kernel之所以 这么快速的发展 这么多的投入 像你可以看到 这次你来讲的话呢 事实上Linux Kernel大概有多少 将近两万 两万多个贡献者 不是贡献者 应该说两万多个开发者 在投入的话 那这两万个开发者 很有意思的地方呢 它其实来自不同的这个的嘛 不同的公司 比如说你可能知道 来自Rehat 来自Intel 来自AMD 来自NVIDIA 来自Google 甚至来自Microsoft 对你没听错 Microsoft也是Linux的贡献者 曾经在这个统计上呢 这个Microsoft曾经排行 是排行到这个前二十名 就是贡献者 当然现在差一点 就是不是说Microsoft 不在贡献Linux 其实在Microsoft的这个市场规划 Linux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这个产品线 它用在哪里 用在云端市场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这个像 AWS Yamaxun它有什么 有那个EC2 Google有这个GCP 那Microsoft有什么 有Azure 那Azure上呢 有很重要的这个作业系统 Azure是一个云端平台 它上面要去执行很多种不同的作业系统 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业系统是什么 就是Linux 那为了要让Azure上面的Linux 运作得好 当然Microsoft就要投入什么 投入能力去做这个 Linux的改进啊 然后巴士说你可能知道就 Microsoft自己有一个 虚拟化建设叫做Hyper-V 那为了让Linux在Hyper-V上面 可以运作良好 所以Microsoft也要这样 依据Linux的规则 去做程式码的贡献 依据Linux的规范 去思考布局 这个相关的产品 那所以呢 其实你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 诈听之下 Linux好像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作业系统核心 但是 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 这些产业 产业的变迁 厂商的太多变化 如果你对照之前 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 你可能知道的一切 那时候的Microsoft执行长 叫做Balmer Balmer那时候说句很经典话 他说什么 他说Linux是一个cancer 什么 癌症 说Linux是一个癌症 然后这个什么 就是 就像癌细胞一样 杀不死 然后它会危害到 这个软件产业 那这句话也不全然是错 它的确对很多产业 是会有影响的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年纪稍微略长一点 那你可以可能知道 就是说在30年前 30年前机吗 那时候的这个软体 就是 正在 正在蓬勃的发展 但是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很成熟 那你会发现说 30年前有趣 就是 其实市场上可以 容许很多套 相同功能的软体 比方说文书 文书处理器 比方说绘图软体 就是组织这种 当然你不要对绘图软体 期望太大 它不是像Photoshop 它就是像小花家这种东西 真的比小花家烂多了 但是当时这样 30年前 20 30年前的 这种软体可以有一大堆 然后甚至一些比较小的工具 可能就是说 你可能在20几年前 知道一些套装 你可能会卖 卖这个 卖这个 像是什么JPEG的 或是这种GIF的 那个显示 对 就是显示一个图档 那这样的东西就可以卖 而且可以卖到台币 一两千万都是可以卖的 所以你会想 这个很难想象 对不对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东西 什么 什么小 小画家 小算盘 或者什么 PNG JPEG的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显示的程式 都不用钱啊 而且 人家还送你 送你用 对不对 就是说 即便作业雄不支援 特定应用时期都可以打得开 可是你可以看到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 我们讲这个Open Source 我们讲这个Free Software 就是说一边是 一个是 开放原始码 一个是自由人 它很多概念上是相似的 我们姑且把这两人 混在一起讲 就是 开放原始码 自由软体的出现 其实加速什么 加速特定的软体的消亡 所以某个角度来讲 这个Balmer说 这个Linux是Cancer 也不全是完全错的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Linux 还有这个Linux 这一类的这个自由软体 开放原始码的这个 基础建设 其实大幅的去加速 这个资讯化的过程 所以这个 人们遇到很难思考的议题 比方说像什么 比方说像一个软体 我觉得我的25年前 25年前我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小时候 那时候是国小 国小国中的学生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给自己一个小小期许 我说我希望写出来软体 可以几千个用 我觉得好棒 还有成就感 就是说目标 然后后来没想到 我后来写软体 使用的人是这样 不是几千个 也不是几万个 是几十万 几百万 甚至是现在千万级 甚至比千万更大 这个是 以前人们很难想 至少是对我来说 很难想这样子 以前我觉得我写一个软体 有一千人用 我就觉得 超有成就感 对吧 但是现在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很多软体 它的使用者可能要千万级 甚至要破亿 这样的软体才能够怎样 能够赚到钱 所以这是很不同的一个思维 所以它的规模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整个 整个硬体的复杂度 也是差很多 以前电脑就是 比方说我第一台电脑 是我硬气很好的 第一台电脑就用 80386电脑 也许是 描运线前几台的 80386电脑 而且是价格比较高的 那个等级 就是熟悉 这个个人电脑产业的朋友 都知道 就是这个 Intel早期 其实它出很多 处理器 它有很多变种 就是应该386 也有那种386 处理器是30万元 但是它Databuzz是16万元 这些处理器都有 那总之就是说 我当初在用这些硬体的时候 就知道说 这个有显示器 有这个什么 有中央处理器 有这个汇流牌 然后有这些相关的周边 但是现在任何一个直径装置 比方说任何手机 对不对 它背后的东西可复杂了 除了CPU GPU 那里面还有一些晶片 比方说指纹辨识的晶片 然后还有专门去做一些 安全交易的一些晶片 甚至作业系统 当然手机能够打电话 对不对 它需要Modern 那Modern背后也是什么 作业系统 甚至背后还有一些 DSP 或者更复杂一些机制 甚至现在包含说 现在我们在讲这个什么 TensorFlow 讲这个AI应用 所以很多手机还可能要追加 专门去加速AI操作的特制处理器 所以这导致了这个系统变得很复杂 而且有意思的地方是 Linux在这个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搬迷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Linux来讲话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学Linux 其实就是相当于Linux 去重新看这个世界 你知道多核心 你知道这种一质多核 像GPU啦CPU混合的 一质多核的架构 然后你知道说 因为有这个一质多核 所以我们就涉及到 我要怎么做资源管理 然后我们现在要存取资料量 吞吐量就大幅的提升 比过往大很多 所以我们要怎么让资料存取有效率 那程式码又要相对好维护 像你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程式码的变化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会发现也是很有趣 就是说以前Linux在早期 他可能就是来自Linux-Tobas 一个赫尔辛迪大学的 一个学生的创作 他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凭感觉 或者采纳他人的意见 然后逐步去扩展 但是在后来Linux就不是这样发展 Linux后来发展就是有大量的数据 大量的研究 所以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就是像context 就是我要怎么去降低context的成本 我要怎么降低这个什么 这个interrupt interrupt发生之后 我要interrupt处理的成本 我要怎么去克服 就是说因为这个多核 导致这个资料不一致 这样的一个挑战 所以其实我们这门课虽然叫做Linux核心设计 但其实真正我们左眼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电脑的软体硬体 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数学基础 当然这边讲的数学最多的就是几率统计 然后因为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吧 比方说这个手机里面做了多少是context 我以前面试的时候很喜欢考这个题目 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就比方说在我 你我对话当下 我去面试的时候这样 你我聊天的时候 比方说先请一个人自我介绍 介绍完 介绍差不多的时候 请问一下手机做了几次context switch 你如何估算 我以前很喜欢考这种题目 这是一个开放题目 他要回答这个题目需要很多条件 但是这个条件里面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其实背后还是数学 但是不管做了什么准备 其实最终我们都要解决 真实世界遇到的各种难题 真实世界遇到的难题非常多远 像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边其实它是一个link list 那这个link list很有意思 你看我们有红色跟绿色线 那你显然看到说 横走是执行序的数量 那那个纵轴呢 纵轴就是说每秒可以处理多少个操作 那我们称为这件事叫throughput 就是所谓的吞吐量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右边的图呢 它是一个执行序 对这个吞吐量的一个变化表 然后呢 其中红色 注意到这件事 你看红色的线条其实很有趣 就是执行序数量越多 换言之 就是说呢 我可以投入的硬体成本 我可以逐步的增加 那执行序就毕竟它就是这个执行的单元 所以我就是给予越多的硬体资源 给予越多的这个执行单元 然后就配合 就增加 所以从一个执行序 两个执行序 三个执行序 四个执行序 那你发现很有意思 红色的那条线 执行序数量增加再多 基本上它的throughput是没有提升的 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这个执行序增加 可能略幅的下降 可是绿色的线很有趣 就是你看 一个执行序的时候呢 它表现是什么 它是三万 三万这个 那个每秒三万个操作 然后呢 我到四个执行序的时候呢 它就提升到什么 提升到这个八万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我从三万 然后五万 然后再来是七万 然后八万 这样子这样延展上去 所以这样的东西呢 你发现绿色这条线起来怎样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表现 又随着什么 硬体的资本投入 服务的规模增加 那我其实怎样 我系统可以变扩展 我们在英语的把这个词叫做stability 那这个中文翻译很多种 那你可以把翻译的这个扩展性 它其实就是讲出你这个系统的弹性 所以你去思考一个议题 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演算法 你整个系统 如果是红色那条线 或者就觉得你尴尬 就是说我即便投入更多的资本 那你可能遇到一个 你可能很难再成长 因为你能够服务的就这么多 然后或者说你可能资金区再增加下去 有可能啊 可能效能还会下降 所以三个核上 米水核的状况 但是如果你的线呢 是绿色的线 那整个就是简单的事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说我这个硬体的这个成本 因为增加硬体成本其实相对是相对是容易的 也不是这样 增加硬体的规模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你就砸钱进去 但是写软体的人就不一样 对吧 尤其写这种系统的 但是很多时候是 不是给更多的钱就会有来 其实这是很困难的 那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这个绿色这条线呢 它scapability比较好 对吧 所以我这个 我这个投入更多的这个资金区 投入更多的这个硬体 它可能会带来显著的这个效能提升 那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Linus在设计的棍中呢 也考虑到这件事 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scapability 好 意味着呢 Linus在改版 为什么它一直频繁的改版 Linus呢 照这个Linus Foundation的统计呢 就是每小时会改版7.8次 不是7.8行 是7.8次 一次可能是10行 100行 甚至1000行 反正总之平均起来是7.8次 那这个7.8次呢 有一部分就因为这件事 所以不然说我们这些学习课程 也需要来探讨这个议题 就是说一个解决真实世界 各种难题的作业系统 背后 要考虑什么议题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 Concurrency Privalidum 这样的一个议题 以及呢 我们要把这个scapability 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 不管是这个link list 或是其他的指导结构 甚至扩展到Linus kernel的好多面向 比方说排成器 在过去Linus的版本来讲 这个 这个 形成这个process数量增加 增加越多 那要选到下一个任务的时间 其实就会往后拖 那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scapability不好 但是这件事呢 在后来就被克服了 到2.6.33的时候 Linus kernel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变更 那你可能知道 这个东西叫CFS 那这个CFS引入之后呢 这个Linus kernel呢 就是它就是scapability 在某些幅度就去提升 当然整体来讲是另外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大堆 一堆词汇啦 一堆概念啦 但是也不要是太慌张 因为在你搜寻关键字的时候呢 你可能搜寻这些关键字啦 去胡云推导看那些材料的时候 你可能忘了一件事 你可能从来没有学会 西元过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试验 这个试验什么 试验各位对这个 西元的一个认知 比方说你考虑一下 画面中这里有一段诚实码 这诚实码呢 做事有点无聊 对就是用这个 呼叫这个 西元标准还是固定的 POOTS 去把一个认知出来 所以它最终会写出Hello 可是你们发现 POOTS前面有很多信号 对吧 信号 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 四颗星 五颗星 六颗星 七颗星 那么多星 那这样的词试 到底能不能编译 能不能执行 好 直接跟你讲结果 它事实上 它是可以成功编译 也可以成功执行 但是为什么 所以呢 那为了解释这件事呢 其实你需要怎样 你需要去读规格 它们要说 你要需要读C99 C99是1999年的规格 然后呢 那个另外一个规格是叫西一 西一就是2011年 所以那个取后面那两个字 好 那这个读的规格书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遥远啊 不管我的事啊 但是你们思考一件事 很多人呢 之所以在陷入茫茫城市大海里面 往往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没有从第一手的资料去学习 那你可能摸老半天 因为说真的 你瞎忙或瞎猜 猜对又如何 猜对电脑会给你拍拍什么 不会 但你猜错 你需要花更多时间干嘛 继续猜下去 继续比较 那有一天就是运气好 所以以前有个前辈呢 说把这种现象称为叫 巫毒城市设计 巫毒啊 就是讲这个以前那个巫师啊 以前那个人们比较迷信的时候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运作 比如说这个 为什么会有脑性麻痹 然后就讲 这个脑性麻痹就是上辈子做坏事啊什么 但没有想过 想过有可能怎样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生产的过程中 这个缺氧 或者说这个 期待探索 减掉导致 或者说 其他的问题 只是凭感觉去做 那这就是所谓的巫毒 巫毒也没什么错 偶尔会有对的 但是说真的 面对这么高复杂的这个软体 对吧 你要想想看这个现象软体的规模 然后想想看自己的时间 想看自己的产值 这产值就跟你的时间有关嘛 你在单位时间做的事情 不就这个scapacity嘛 所以其实我们讲产值 其实本质上就是scapacity 我给你更多的资源 比方说更多的更好的薪水 更好的这个福利 然后给你更好的一个 更多的团队 那你能够做的事 如果跟过去一样有限 甚至给你更多的 带更多兵 结果你能够攻下的层次更少 你肯拿起来 你什么scapacity是跑的 应该被割职 所以我去思考 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在这么复杂的 这个时代去立足呢 其实你无可避免 要从低手之下去看 那你想大文化都要查这点 那你我当然要查规格数 是不是在了解这个 相关的这个数语的定义规范 那当然你会说 这段层次码 就是故意来考大家的 这个东西很讨厌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西元规格数怎么写 以C99来讲的话 你去搜寻这个object 因为你发现它有735处 但是你去搜寻 Pointer呢 西元里面发现 你可能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叫什么 叫Pointer 就它出现的这个次数还比什么 object少 所以它挺有趣 其实很多人就是急着去谈 那西元的Pointer 对不对 然后但是呢 其实忘了什么 其实背后 西元呢 背后呢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object 然后这object呢 对应到另外一个概念 在6.2.5这一节呢 就讲到这个times 然后再来讲 所以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 它说什么 它说一个array 正列 function 一个函式 然后再什么 Pointer type 然后它其实本质上呢 它是有个源头 这三个就是array function pointer 竟然是这样 这是有关联的 对不对 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在这西元规格数写的东西 觉得痛一痛 对不对 对 你看看你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再继续看下去了 你会发现更有趣 上面呢 跟下面的各有一段程式嘛 它很像 认真看 它真的很像 从这一段程式 只有插 插一个大括号 插一对大括号 对吧 然后呢 但是你看到 上面呢 它是合法的799程式 但它不是 合法的7++ 或789程式 可是 好办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办的地方是 下面 是合法的7程式 也是合法的7++程式 那你看 只是插个大括号 好 那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你说我写真词怎么会写成这样 对 你可能不会写成这样 但是 不要那么考虑到Linux Kernel的状况 绝大多数人使用Linux Kernel 即便有机会去改到Linux Kernel 也是在茫茫的几千万行的这个程式码 几百万几千万行程式码面 修改一部分 好 换个角度想 你看 假设Linux Kernel是两千三百万行的规模 就是你机体是两千三百万行 那你改了23行 你对Linux Kernel的修改是多少 就是EPPN 怀念这个词 EPPN是叫什么 叫做百万分之一 所以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挫折 天啊 我改了23行 对不对 其实大家要知道这件事 就是从业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 其实你要改一个复杂系统 不要说改23行 哪怕只能改一行 然后你都要搞老半天啊 比方说Android 你知道编译一个Android的系统 要编译多久 在那个 我很久没有编了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多久 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2010年 我们那时候编译那个 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Android 然后编译那个Android的系统 Android系统要分好几个层面 比方说你看得到的部分 就是说像画面上有这个显示的UI 显示Android Framework这部分 那就是从Linus Kernel 一度到Android Framework 到对应的应用程式 光编译的话可能就两个小时 但是光有这个就不够 为什么 你还需要能够打电话 对不对 你可能需要Modern 比如说你对Quarkcom的硬体 比较熟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说Quarkcom里面有个东西叫AMSS 这个是Quarkcom的一个专门 给Modern用的一个作业系统 那编多久呢 要编在一般的电脑 当时在那个2010年 那时候9年前 那个等级的电脑 需要编多久呢 要编8个小时 然后 所以呢你看 前面Android的部分 Kernel到这个User Space 然后2小时 Modern 8个小时 所以你一天的工作 可能编译程式嘛 就这样就用掉了 还要报加班 结果你最后发现什么 你改了一行 但是你改了那一行 可能没有被执行 没有被编译到 就算被编译到呢 也没有被link到 没有被连接到 就算被连接到呢 它没有被执行到 就算被执行到 有可能在怎样 从来只有执行那一次 或者说执行好几次 但是很快结果又被其他地方改掉 你会不会觉得超级物理批地挫折 对 就是复杂的行动 就会有这种挫折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更挫折是什么 你的主管 你的同事 说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在忙什么 每天 每天就是 在办公室上PBS 上网 你想 因为编译要10个小时 你一直在干嘛 一直上网偷偷气 保持精神 因为可能编译的时候会失败 注意到 不是编译 那就可以回家睡觉不是 过程中 很麻烦 这个要考虑事情可多了 可能编译会失败了 什么东西要移动 可能硬碟不够用 还有电脑会过热 甚至什么中间还要输入Key的 编译摸得很讨厌 输入的还要输入Key 还要插吧 什么摸线 所以你会发现 最终 要如何让自己的效率变好 据说真的就是 抛弃过去那些污毒 抛弃平感觉 回归到第一手资料 刚刚那一段程式的解释在底下 你可以参考一下 而且西元绝对不是只有语法 其实你要考虑的是可多 比方说你来思考一下 画面中这段程式码 你看 画面中这段程式码 它看起来做事很无聊 对吧 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 什么FF 又有FF00 然后这边还有33355 那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直接告诉你答案好了 这东西就是说我输入是一个什么 我的这个Function输入 它是一个给一个无号数的35元 所以我给一个35元的排跌 所以比方说它是100010 然后呢 我返回的时候会返回什么 会把所有的bit顺序返过来 所以你看到如果它是100010 那反过来是什么 就是01 然后00001 所以就是它把每个bit 注意到它不是那个byte order的转换 我们讲那个big end点跟little end点的转换 它是byte order 是byte跟byte之间的交换 可是这一段程式码 它是做到bit等级的互换 就bit反转 所以注意到这段程式码 在我们解释这个原则之前 就想原来这个什么 原来这个这些7元的这些什么 这些operator 这个bit bitwise operator 是这么用的 或者说位置的operator是这样用的 最后呢 这段程式码可以让这个bit的顺序转过来 那你说干嘛要学这个 又是在掉难的 错 这段程式码呢 其实呢 你一定知道它是什么 它有在用 而且你可能每天都在用 这段程式码做什么呢 来看一下这个右边说明 它其实是什么 它是跟ethernet的操作有关 对要怀疑 就跟你上网有关 那在ethernet的操作里面呢 它有一个东西叫CRC 那CRC就是检查的嘛 资料的一个一致性 然后检查资料的一致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把每个bit的顺序反转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像上面那段程式码 它本质上就是做这个 这个 逐每个bit去转换 所以它实际上 它对应到linux kernel的 它就是这个bit R1V32 就是bit 就是reverse 那输入是32 那它有变种了 它有16位元的输入 也可以有64位元的输入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事情 我们刚才前面讲这个戏源 然后讲这个语法 讲这些不同的 就是像戏源跟戏家 它已经是完全不相同的程式源 它从1990以后 就兵奔两路去进行 然后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在理解linux kernel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怎样 要做好新准备 linux kernel大量这东西 所以你看 如果你阅读linux kernel 事实上格务自知 就是去download source code 然后开始 第一行第二行开始看 筹筹一个读书会 你不觉得很熟悉对不对 好像你们实验是在做的事情 但是这样事后也是OK的嘛 这只能说明你很有心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人类呢 你想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嘛 就是说很多人都要读研究所 所以你看哦 你读完研究所就几岁了 就25岁 对吧 然后25岁 然后假设你不用服兵役 就25岁毕业之后就可以工作 然后呢 那你想哦 你从你研究所 毕业 投入职场到退休 那个有人统计过 大概就是人生就只有1万天 对不是1万年 是1万天 也不是1万个月 也不是1万周 就是1万天 那你想 这个1万天里面 就是说从你25岁毕业 到退休 但我们是 假设你65岁可以退休 实际上可能很难 假设你65岁可以退休 所以人生只有1万多天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思考一件事 这1万多天 那你想说 我对Linus Kernel很有乐趣 所以我每天要研究什么 研究Linus Kernel 我研究1000行 2000行 研究2000行了 然后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 你看1万多天 你每天要研究Linus Kernel 研究2000行 这个很了不起的嘛 去思考下画面中 这家词字码 比方说2000行 连个20行就快爆炸 画面中这只词字码 加起来还没有20行 对不对 你可能思考这些 就要思考到爆炸 但是 如果说你投入2000行 一天2000行 那一个悲剧是什么 你真的是读到死 都看不完 为什么 因为Linus Kernel早就超越2000万行 对 所以 我们在学习Linus Kernel 绝对 是不能诸行去看 不能用那种格物资质 因为这个不是老子 不是庄子 不是伦女 不是梦子 不是三密主义 现在不考 不是这种备科 像有人就会在PTE上面问说 作业系统是不是 理工科里面最简单的科目 对 就这种 就备科嘛 对 这样很多人就会在那个 这个什么 研究所的讨论区 就是讲的 这个做一种备课 只要专心准备那个什么 专心准备离散数学 心理代数 这种不能备 要做提问 但实际上 Linus Kernel 它有大量类似这样的词词 让你去思考 所以你要去掌握 就是说 你绝对不能是靠那种 过去格物资质那种年代 那个只适合在 轮与梦子都会赚那种东西 可能只是那种儒家的东西上 但是Linus Kernel 它是要解决真实世界问题 真实世界问题绝对不是什么 齐家自国平天下 那种庄公的大同事件 不是 在真实世界上 这个世界就处于坑坑洞洞 要么就是效能不好 要么就是结果是错的 不安全 根基不稳 所以我们做一个工程师 要干嘛 路见不平 拿patch来填 就是去修补 就是拿你的程式码 来去修补这些部分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就是学习这个过程中呢 你不是只是思考说 这些语法 思考这些标准 思考说背后这些运作机制 其实你要不要忘记 有个东西叫编译器 所以事实上呢 学习定制课能 我们在课程安排上呢 其实花了很多时间 讲那些编译器 因为呢 如果你对编译器的 掌握度很低的话 你看了程式码 但是不晓得 因为做编译器最佳化 会变得不同程式码 比方说我们来 来看一下上面这段程式码 那上面这段程式码 是一个西加压程式 那它用到一个东西 叫SDFunction 那它的用途就是在 处理这个Landa 或是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动态的一些 动态的一些 执行机制 那我不打算介绍 Landa 或是介绍这SDFunction 总是你看到 这个程式就觉得很复杂 对吧 那这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神奇的地方是 如果你用Claim 这个Claim 就是这个LV底下的一个 什么 它的一个编译器的前端 那用Claim 你把它最高等级的 最小码打开 那你就发现神奇的事发生了 就出现三行主委员 其实不是三行 只有两行主委员 这上面只是个label 那所以 这么复杂的程式码 最后变成 组合员只有两行 那这个就是匪夷所思 所以你看 如果你在上面 格物资 格老半天 去格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建立一个LandaFunction 然后呼叫LandaFunction 可是 你们想过 编译器最后 因为最佳化的关系 所以它最后只生出这个东西 对不对 就算你不懂组合员 你也猜得出来 这显然 是没有主事的 甚至后面有一个RIT Return 那这时候 如果你去对照 这个里面就好玩了 这个里面就对照 对照它的这个输出 那就更好玩了 你呢去对照它的这个输出的程式码 会得到一个奇妙事情 表示这个 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 那个程式码 那 刚才对照程式码在这里 那你用不同的这个编译器 比方说你在那个 用Microsoft 这个V9C加价 然后它会输出这样的一个组合员 虽然你可能不是很了解组合员 那没关系 你会觉得 哇天啊 好复杂 然后什么Landa 什么鬼都出现了 哇天啊 这个机械码 这个组合员怎么那么复杂 然后呢 你会用GCC 短了一点 表示GCC做最佳化 起来不错 诶 那我们CLAIN 神奇的事发生了 对不对 可能冲到就做刚刚讲的 做两道指令 好 所以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很大 可能各位会觉得很可挫折的事情 对吧 哪里挫折 就是说 我今天看程式码 看了半天 除了像刚才这样 要知道它背后的运作 要思考很多议题以外 其实编译器 它的最佳化是影响 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 就说像这种 就是编译器 其实我们呢 在探讨Linux Kern的时候 也是要去理解 不只是因为说 你要知道编译器做的最佳化 而且你要知道 编译器做的最佳化之后 有可能会得到错误的最佳化 我们称为叫做 Mis Optimization 然后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 Linux Kern 往往都说要去处理 Mis Optimization 那你可能说 反正这些高手 这些天才们 都帮我解决这些 Mis Optimization的问题 那我为什么要管 因为你改程式码的时候 这些天才是不会在场的 对吧 除非你把程式码贡献出来 你把程式码贡献出来 而且有高手过目才行 所以往往会遇到 很尴尬的状况 就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程式码呢 我照着 好像照着某个方式写 这个Switch case Case A Case B C 简单 我就加一个Case D 把你Case D 走去错了 那你把Case D拿掉的时候 变成原本程式 又对了 或者是什么呢 或是 这个程式码 你在网路上找到 人家这样做 这样的什么 这样编译 这样执行是会对的 可是你打死不会动 然后就去骂说 这个Stake All4 乱讲 你会发现 有可能冲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用的编译器 在某些特定的选项 某些特定的组合 会导致什么 错误的结果 所以你为什么要了解编译器 因为这时候呢 你的素养 你的背景知识 就会让你干嘛 做Trople Tutoring 去解决问题 对不对 那你说 我只是一个End User 我什么要管 如果你学那么多东西 还不如解决问题 那真的很悲剧 对呀 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 Touch我学长 我以前陈大学长 阿茂学长书的话 他说资讯人本身 就是要做什么 像什么 今天叫你做区块链 你可以把它做得好 今天叫你做编译器 你可以把它做得好 今天明天叫你做别的 甚至要做什么金融 当然金融你不是可能立刻懂 但是你把这些金融的公式 金融的背后的一些逻辑 然后把它转换成什么 程式吧 你可以知道怎么去维护 怎么去把它改进 怎么找出它潜在问题 这就是我们工程人 要该有的素养 那各位也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 不会等各位的吧 你看 讲这个1996年 就差不多我在 开始学习Linux Kernel的时候 学习Linux的时候 1996年 你看从1996年一直到画面中的这个2016年 这个整个完全不同 对不对 以前就是那个Polygum 你玩那个古墓奇兵那个游戏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就是看到一堆Polygum 被摇了摇去 对不对 比1996年那个 比这个画面中这个东西还糟糕了 就是一堆三角形 害我后来看到人都会觉得 哪里眼睛怪怪的 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现在该有的这种Texture Tail的这种Shedding 基本上都考虑进去了 而且你可以在很流畅的方式去运作 可是问题来 今天要让你解释 为什么古墓奇兵会从1996年到2012年 从左上角到右下角 请你如何解释 你去问教图学老师 可能他还不见得告诉你什么 你去问说 这个什么 问教那个Compute Architecture老师说 这个20年的期间 电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这个其实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你可能会得到一堆 试色肺的答案啊 然后很尴尬的地方是 你扪心自问 光是古墓奇兵的 画面的变化 你都没有搞懂 它背后绝对不是 只是程式 不是只是软体 它背后的硬体 它背后的 在整个什么 整个这个 运算能力 以及它的 所用的这些什么 那些技术技巧 还有它相关的一些 那些建模的机制是完完全不同 所以其实你想看 Linus Kernel跟这件事其实蛮像的 像我刚才跟大家提到 其实一开始Linus Kernel就只有几十万行的规模 举例来说在Linus Kernel在这个 在0.1版的时候 它还是只有大概一万多行 其实这样 0.1.1的时候 那就一万多行的规模 其实一万多行的规模 其实在很多学生 透过一些指导 其实是刻得出来 我之前有示范过 就是说用一个 比方说我之前有示范过一个小型的作业系统 比方说我之前就示范说用大约就是300多行 300多行去刻出一个什么 刻出一个多工 然后资源执行序的一个作业系统 在这么多就示范 现在可以做到这个 Pre-entive scheduling 那这样的程式码其实很短 就是大概300多行可以刻出来 然后你扣掉一些必要的一些工具程式 然后所以事实上呢 我认为就是说一个大学部的学生 经过一些指导 不可以凭空做 但是经过一些指导 是可以刻出当年Links Kernel 在1991到1992年之间 就是它前一年 开发Links Kernel 前一年的东西 是做得出来的 那其实你去思考 在UNIS的第600 我称为叫Research UNIS 就是当年Bare Lab的UNIS 大概也是 Kernel大概就是大概在1万多行 其实很多人是可以刻得出来 只要有些背景知识 但是呢 对不起 这个世界不会等 这个世界就是你说很多人是可以做到 Links Twas在1992年 甚至有些人比较厉害点 可以做到Links Twas在1993年的成果 你要知道1993年的资源网络 有TCPIP的 其实呢 就很多人只要认真做 大概投入个大概三个月左右 它可以做出一个早期的版本 但问题是对不起 这个世界是往前走的 然后不等你的东西可多了 像你每天用的是手机 对不对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在2017年 iPhone X在单核心的效能 它其实怎样 它已经比这个 Intel Core i5的单核的效能来得好了 然后呢 更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iPhone 7单核的效能 跟Intel Core i7 就是你看 我把iPhone跟MacBook Pro 来PK 它其实效能就差百之八 所以你看 你要怎么解释这件事 你怎么解释说 手机竟然会比你的笔记性更快 注意到 这个东西不是未来 这已经是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什么 这叫做现在完成式 所以你看很多人在占文组 其实你连这个东西没搞懂 你怎么占 这个东西没搞懂 怎么占 所以说真的 这已经不是什么谦卑不谦卑的问题 其实要去想 其实很多人 包含我自己 我反省过很多次 其实说真的 我当你选理工 为什么 其实不就是数学比较会考而已 不代表是我懂这个数理 这个东西就是背后的工程 工程要解决问题 然后呢 那个这些理论 要怎样 要他能够有自远其说 他要从这个什么 他不能只是观察 你要有个验证 像那个数学 你要有各自这样的严谨 物理上也是一样 就是他也要有个体系在那里 但是对不起 很多时候 尤其是资讯工程的学生们 是比较吃亏的 因为很多时候 选择资讯工程 就是一开始有热情 有兴趣 但是你可能 在过程中 比方就遇到 什么资料结构 遇到这个什么 计算机组织结构 然后遇到这些演算法 哇 这个东西跟我想象都不一样 我以为上了大学 对不对 好像都在写程式 就是一堆课 你可能有将近四分之一的课 都是数学课 对不对 你有各自这样的数学 有限制代数 以三数学 像我们西上还要学什么 还要学工程数学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再学什么 你还要学硬体 对不对 就是什么 那个什么 像微处理器 或者是说 像数位落迹 那你反正说 我心 你朝思暮想那些什么 很厉害的APE 我到底能不能写到 跟你讲个好消息 其实写APE 不用是上大学才能够写 有心就可以写 可以在网上找到一堆 九岁写APP的啦 十九岁写出来APE赚大钱的啦 所以你看 九岁写APP人家就 哇好强 十九岁写APP人家就 哇好厉害 二十九岁写APP 刚刚好 那你再三十九岁 蛤 那不是什么 你三十九岁还学人家写什么APP 对不对 好 好 那 对 一样 这个事情还是不会跟你 你看啊 这个 在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A12 A12 Bionic 这个是那个 Apple Apple自己做的这个处理器 那Apple在之前买下 PA Semiconductor之后呢 它就拥有 它就拥有处理器的这个设计船队 所以你要 现在不要小看 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处理器设计公司 叫什么 叫Apple 那Apple呢 在它的 信一代的这个手机 像iPhone XR 跟XX 那边用了什么 用的这个处理器呢 就是这个A12 Bionic 那这个 在A12里面呢 它其实它有将近七十亿个点击体 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你可能看到这个数字 一来一去 你可能没有感觉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回想一下 像我们刚才提到 2010年 2010年 那个时候的处理器 也才百万个电晶体而已 但是现在呢 冲到什么 其实要冲到七十亿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那到底为什么东西塞那么多呢 除了CPU 有GPU 还有一个是专门来处理 这个 类层机网络的 这个一个协同处理器 然后呢 所以这个东西来做什么 就是人们就猜测 就这样 这次底下是有一个报道 针对这个机器选序定制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天哪 怎么这么远呢 你发现 做的事情跟这个 我通常是不会 不会引用这个 take orange的报道 不过这个写的还OK 所以你看到 这边写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先不管这个记者 到底是什么背景 但你们发现的就是 你在看这份报道的时候 什么讲这个什么 讲SOC 10奈米制程 讲这些什么规格 对不对 然后讲到说 这个什么厉害的武器 然后什么什么 注射这种东西 说真的你想看 文处的看 理工的人来看 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呢 你想 当然身为理工人 你应该很生气的 对不对 就是说一直 我们今天为什么 一直在吐槽各位呢 对不对 你想一件事 就是说今天你要去解释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件事 这71个电竞体 到底在中央做了什么事 你讲不出所以来 对不对 绝对不是你不懂 是你没有机会懂 因为你不在这个 在这个行业内 你不在这个行业的最顶端 比方在Apple 那种顶端的 你不是这个设计团队 虽然你只能用它的成果 那用这个成果的时候 虽然你也是包装了 层层的API 所以从来 你就呼叫API 甚至有时候你连呼叫API 都呼叫不到 那么像那种要做全年 你可能还呼叫不到 那你甚至没办法去质疑说 到底Apple讲的东西 是真的还假的 对不对 所以你往往 你做一个理工人查证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 跟文主人查证是没有差别的 我先去推特找一找啦 Google数据找一找啦 如果是对岸报导 去找一下 有没有出处 有没有英文的 有如果用英文写 哦 它就是真的 如果从来找一找 只有中文的 就可能是假的 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 因为英文写很挫折 欢迎来到21世纪 这就是文明的有志 所以你看 在我们探讨Linus Connell之前 对不对 你就是文主 对不对 但是呢 接触Linus有个好处 让你及早脱离文主 因为Linus Connell 你要彻底掌握的时候 看事人 你要把理论跟始作 一体两面东西坚固 那你有人都 尤其是大学 大学的学生 就会讲说 这个学校只教理论 我听到这种话 我都有时候会很生气 不是生气说这些学生抱怨 而是生气说 这些学生 没有发现 如果学校只教理论 这句话成真的话 那也太抬举学校了 其实是学校 多数的学校 是连理论都没教好的 你想想看 如果你理论学得好 你只是始作差的话 你还可以干嘛 你可以去读码 那些什么迁读 你算得出几率 你算得出这些事件局势的变化 但是你没有掌握好 所以你不知道吃其放贷 你不知道 那背后那些理论是这样 所以往往很多时候 尤其在台湾受教育很尴尬 就是说理论跟始作 都没有学好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说 学校只教理论 是因为 你没办法描述这句话 你没有办法讲 你说不出口说 学校根本没有教的东西 但是说真的 这不全然是学校的错 因为理论跟始作 你要兼顾的时候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足够的付出 但是很不幸的话 很多学生都没有充分付出 以至于他们没办法分辨 到底有没有再学到东西 好 那我们在这门课程 其实就是希望 去让大家面对 真正真实世界的问题 像刚才提到 这个Linux科同 他解决的是真实世界问题 所以我们着眼在真实世界问题 去想 这真实世界问题背后 需要哪些理论 需要哪些设计议题 需要哪些相关的一些辅助机制 好 那我们来 过程中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ON的储蓄 然后注意到ON的写法 以前是大写的三个字 ARM 但是注意到后来 孙正义 应该知道吧 就是孙正义在之前 宣布投资 ON 是英国的ON 所以他后来 这个孙正义 成为ON的新老板之后 做很多调整 其中有个包含就是ON的写法 所以原本是三个大写字 ARM 三个都大写 那孙正义进来之后呢 就把它调整 他就在他网站上面写 你要怎么写呢 你要写大写的A 小写的RM 但是你如果讲ON处理器的时候 就要写ARM 你可以写大写的 三个都大写 或是A大写 其他两个小写 都可以 所以我们讲ON的话 是讲公司 就是讲这个写法的时候 讲ON的公司 ON的影响力 然后ON它是卖的IP授权 所以它授权它的智慧产 给各式各样厂商 包括高通 联发科 NVIDIA 这些公司 那累计的出货量呢 到了860亿 你看那个数字很恐怖 那如果对照来看一下呢 在20年前 那其实这个出货量 还没有 还没有什么 还只有900万而已 那可是到2014年 就到120亿 那隔年呢 继续成长到150亿 所以这样累计起来 是860亿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表格 画面中这个表格 其实去看看 很刺激的 就是说你看这个成长 其实它的幅度 它不是单纯现行 它其实是这样 这样暴增的 所以后来人们就开始讲 说到2020年的时候 其实2020年不久 就隔年嘛 到2020年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 会有 号称 就是有这个什么 500亿个 联网装置 就是 860亿是 到去年累计量 但我讲这个500亿 是讲的吗 是这个 这几年新增的联网装置 所以你可能听过 IoT Internet of Things 好 那里面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Linus 在里面也有一席之地 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下 alguien说 On Embed Internet of Things On在2009年 买下好几家公司 如果没有基础 买下四家公司 这四家公司 有人是专门 在做认体升级的 有人专门 来发展一个 特质作业系统的 总之 On呢 买下这个 四家公司 之后退出一个 Embed 这个产品线 那这Embed 产品线就是一个 专门 针对物联网情境 去发展的作为系统 所以它一开始跟Linux没有关 后来发现人们要的是Linux 所以后来只好做一个什么 叫Embed 以前叫Embed Always 后来只要增加一个产品 叫做Embed Linus Always Linux在这个过程中 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基本上 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在过搜寻可以找到还蛮多的 所以事实上在很多 这种联网装置 它里面都有执行Linux 从比较容易思考像IPCAN 就可以连上网路的 网路摄影机 摄像头 这种东西叫IPCAN 然后一些感测的 就是一些 经过一些大楼 晚上的时候 省电的时候灯是暗的 但你走过去的时候 它的感测就翻了 灯就陆续打开 然后发现很久没有人 冻结的时候再把灯关掉 然后这样的东西 你们说 这东西不就是用简单的 这个微处理器 Microcontroller就可以用 那你说为什么要跑Linux 因为要分析 要做资料储存 要去联网 甚至去看说 工具有没有什么 这边有人入侵 像这种 做这种 Surveillance的应用 记得蛮多的 所以这些东西 广义来讲都是什么 都是IoT装置 注意到 Linux在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 Linux已经超越25岁了 注意到这个 我资讯有写错 就是因为在1991年 1991年到现在 就超过25年 Linux最早是在 80386的电脑上运作的 然后它是 它一开始 就是从各种电脑发展 其实你甚至可以说 扣掉桌面系统以外的领域 都有巨大成功 手机、伺服机、超级电脑也有趣 从一年半前 人类世界也遇到一个神奇的事情 就是超级电脑以前 它是有很多厂商 当然现在还是很多 以前有很多追雄 都有在里面 比方说有Unix 有商业的Unix 有Windows 当然Linux有在用 但是从一年半以前 发生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就是百分之百的市占 都是Linux 所以原本Linux在前年还有百分之0.13的市占 就是0.13可能就是其中一台 其中一台两台 然后但是在这个 从一年多前就怎样 就变成 Windows一台都没有 虽然超级电脑是百分之百的市占 那这个防火墙路由器也是一样 Linux有很大的市占 包括火星摊折器 娱乐影音 你去搭飞机的时候 你比方打空中巴士 那里面的很多的娱乐系统就跑到Ninux 那我们台湾有一个计划 叫做Arc 有兴趣 是有兴趣的 应该去支持一下 就是这个Arc 我们台湾人 发展什么 发展的火箭 所以总之就是有一群 对这个 对什么 对这个 太空工业 还有乐群的阿贝 带着一堆年轻的 然后就干嘛 就是开创 开创新的局面 那里面的系统也是用什么 用Linux 好 然后注意到这个画面中的数据是旧的 所以这个 看看就好 那 现在每个小时 它其实已经 它的这个 呃 派取的那个已经大概 大概是八个了 不是七零八 是是八个 然后 呃 那你会遇到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觉得很挫折 对不对 你看讲到现在都还没讲到Linux Kernel 对不对 你是因为Linux Kernel 才注意到这个讲座的 注意到这个课程的 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讲 是因为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与其你在程式码那边迷思 其实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我们需要量好的这个 呃 基础科学训练 所以 你看到Linux Kernel 好像是 就像那个 你在看到什么 就是浮并上 就是看到这Linux Kernel 啊好复杂 什么Kernel Marjo 什么那个 各式量schedule 各式量的一些复杂机制 但是实际上 你要学习Linux Kernel 是要有很多的基础 你底下的百分之九十 才是一个 然后过程中 你要有一个非 强大的一个自主学习 就像那个蔡智浩博士他的比喻 对不对 他说压力让你强大 让你强壮 但是他本身没办法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什么 是你要自己来 所以这个很多人 为什么会抱怨说 学校只教理论 因为分不出来啊 你没有真的投入 所以通过大家 就讲这个 讲这个什么 Eigenvalue啊 讲这些什么 Homogeneous啊 然后讲一个数 然后就 都其实理论 那当然你要注意点一次 如果你真的了解理论 你看在事物的方法 绝对不会这样 你之所以会觉得 学校只教理论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 你根本没有把理论学进去 能不能是在学表面 而且对你的人生 没有任何启发 所以你还是用过啊 帮自己看待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 呃 我们的资讯工业 其实你我要怎么去理论 在过去的年代 就刚刚前面讲提到 就是过去 像那个什么 文书编辑器啦 中文系统啦 排版程式啦 绘度程式 它可以有一大堆 市面上也可以有一大堆厂商 所以你可能还有烂鱼充数啦 或者你可能就是说 没鱼虾也好 人家吃肉喝汤 但是对不起 在现代量这件事不会发生的 现在做编辑工业 没有几家的 你把那些开放的 什么东西算进去 然后真的有在用的 现在其实维护其为的 那资料库也是一样的状况 其实在30年前 有一大堆资料库 各式各样资料库都有 但是现在讲 你讲得出来 真的有人们有在用的资料库 就是那几套 然后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虽然人们讲得出来资料库 就是那几套 但是好玩的地方在于说 一些领导厂商 比方说这种 IBM Microsoft Facebook 尤其是Facebook 跟Microsoft这种公司 他们会做什么事 他们在这方面又会去创新 他们会抛开过去一些束缚 去思考一个什么 符合他们的 行业的需求 因为不管是Facebook也好 Google也好 他都已经在他所属里 到了龙头 所以导致说 他用外部的技术 已经没办法解决问题了 所以他有很多时候要自己去发展自己的技术 所以你去想 Linux在这过程中其实扮演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Linux就在这个催促 催生这些变化 这些产业的变化 然后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 他是OpenStack的 OpenStack Foundation的董事 他在陈辉 他说过去很经典话 他说 参与OpenStack的过程 每天泡在开运发展 每天跟大牛合作 不牛不野 所以其实我们学习Ninx课 应该有抱持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 你要一开始要去出这种大线砖很难 但是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先选一个比较小的目标 还是Ninx课 再选一个比较小的子系统 在这直接去找 比方说哪些东西我可以贡献呢 或者说 我不去直接改Ninx课 我去改善它相关的工具 注意到我们在这门课程 会用到很多工具 那我去改善这个工具 那我就开始做贡献 那这个是一个切入方式 然后之后呢 你一直贡献 一直投入之后呢 你就会遇到真正大牛 那你跟大牛学中学就会很快 然后这几年 我也是抱持这个想法 去想法去什么 让这个学生 所以从这个2015年到现在 就是这三年的时间 大概十个学生到这些 这个点击的这个研寒会 那里面很多都是Linux法律去举办 所以不管是 Embeded Linux Conference Open IoT Summit Linux Con 或是Open Source Summit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Open Source Summit还有很多 比方是Ulux 那欧洲等 那基本上就是有去发表 比方说改善 针对Microcontroller上的Linux 我们就会加 Microcontroller的Linux 然后或者说Linux的即时表现 在暗处理器上 或者Linux Container 或者说这个什么 我们之前在两年多前发展的 这个自驾车自走车 然后 包含说这个什么 一些机体管理 还有一些效能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里面呢 有的是有改造Linux Kernel 有的是在上面去 上面工具去扩展 那不管怎样呢 它就是一个机制 然后一个方式去接触到这些 甚至大咖的人 重新去学习 那这个也可以对我们的学生 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回到我们这门课呢 我们去想 就是说其实呢 这门课算是在讲Linux 那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因为Linux在解决真实事业问题 所以其实你可以解读成 它就是把电脑 这门课其实在解决什么 就是电脑科学的学习过程中 很多时候你就是固齿是比 或者说你就是学了A就忘了B 但是呢 我们在这门课呢 就是可以做到总复习 所以你会学习到西元 资料结构也算法 统计啦 然后编辑原理 作用系统概念 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理器 然后呢 你要在这门课呢 可以立足 就是要避免它画面中这个样子 你们看到画面中这个乍看 好像没什么错啊对不对 上面也有垫线啊 上面有缆线啊对不对 但是它没有根基 我希望呢 大家是有个扎实根基 一路一路上来 所以如果你看了 等下你看了克刚就知道 会发现奇怪 我们的克刚好像 好像花了很多时间讲西元 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处理器 这次讲Linux可能就是在 后面上面之后 对 为什么 因为前面都在大地 好 那所以呢 就是 很多人会讲 自己看不懂Linux可能是思考 但是很少人会承认自己这样 不懂西元 而且是根本不懂 其实我们讲 讲根本不懂 不是说这个 侵蚀别人不是这样 其实西元 要跟得上时代 要跟得上规格 要跟得上它的场景 这个就跟文学创作一样嘛 你不太可能说 我今天写了一个小说 写了一个小说 然后有人下载了 然后我就是文学家 你没有持续感动的人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在过程中 你必须要有很扎实的根据 尤其像西元 那是很基本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说 像过程中 我们要去探讨 做一些我们的Counted Switch 一般来说 Counted Switch的时间成本 大概都是Nelosecond 注意到不是Microsecond 是Nelosecond 10的-9次方 当个单位 所以你就不可能 直接拿一个Timer 硬体的Timer来测量 为什么 因为硬体的Timer的精准度 是1Microsecond 所以看到Timer的精准度 是1Microsecond 所以看到1Microsecond 2Microsecond 可是Counted Switch的时间成本 是Nelosecond 所以你看 我Microsecond的介格在这里 但是我实际的测量是什么 是Nelosecond 所以你就不可能 只是用硬体去测量 所以你要怎么做 就是恭喜你 要把机力统计拿出来用 然后程式码 我们要有个概念 程式码是给你改进跟扩充 不是给你背诵或是鉴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再举足了 这个举足呢 就是你知道吗 这个以前有学过嘛 就是这个举足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以前出国论 写信给燕国的相国 对不对 写信写到一半 突然发现这个灯光颇亮 所以干嘛 他就叫旁边的那个仆人 叫他旁边的小弟 把那个竹拉高一点 所以没想到 他就把这个字写进去 举足 结果没让燕国的相国 看到那个举足 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就说 这就是治理国家 这天啊 这什么鸟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小时候会发现 我小时候读到这个成语的时候 觉得很白痴 后来发现不对 很多人一天到人家举足 对吧 你看 尤其 如果你是从业人 你就知道嘛 对不对 像Android Linux坑统是2300万行 那Android呢 也是什么 也是百万千万行等级的 那非常棒 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多少行呢 我很久没去研究Android的程式码了 那 可是 在我以前接触的时候 已经百万级了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到底什么规模 那你看 这么复杂的程式码 所以很多时候你干嘛 你就是在举足啊 举足来举足去 对不对 拆来拆去 然后 顶多做一个小实验 哎呦 好像是这样 解决了 或者在那个 Git Community Message 上面写什么 就写Work a run 所以发现很多工程师 根本他的工作就在做Work a run 这OK 但是说呢 这会限制你 限制迈向专业 限制你脱离CRUD 还记得前面讲的CRUD吧 所以如果说你永远都是用这个举足 用这个污毒成设计 凭感觉的 然后迷信的 而不回到科学面 而不回到 有系统的规划 那你终究 是在原地打转 本来在前进 这个世界不会等你 好 那么来想一下这个 被你对Linus Kernel这个必要 就是 这就是前面提到 万丈高楼 平立起 但是很多成年人其实不是不懂的 就是说 是不想懂 对不对 你想说 我要理解Linus Kernel之前 要花那么多时间 那我要怎么写我的周报 我要怎么告诉我主管说 哎呦 因为我的背景 这是不足 因为我不懂计算机结构 不懂资料结构 好 所以 虽然你叫我改Linus 迪拜拽问 但是我要花三个月 去台南学摩摩摩老师的课 那学摩摩老师的课 之后发现 我又不懂 又更多 对不起 我要再花外的三个月 然后就在学摩摩老师的另外一个课 然后发现 我天哪 我又不够 我又不再花半年 就去学另外一个课 不知不觉 这样的一面 对 你的周管听到这个句话是怎样 他当时晕倒 他杀了你 把你轰出去 对不对 他说 你有什么先不能先给我 我给软一下 不是 先给我改一下 好 那所以 具体来说的话 你看 就是说 资料结构来讲的话 像Linus 他没有Linkedness 但是他跟一般 Linkedness有点 不太一样 它是环状的 就是说 以前是这个开头 结束 但是他的开头 结束 会绕起来 就像蛇一样 蛇咬 就是头咬尾巴 这样 这样 环状的 那之后我们会讲过什么 然后再来是 里面用到很多 在结果里 是红灰素 那红灰素呢 在那个 在时间复杂度 有些优势 就是说 它在 新增 还有三处节点 它的时间复杂度 是一样的 我们在设计演算法的时候 会有时候会去追求那种 Constant Time 所谓的 Big O1 的这个 演算法 但是有 或者说我们有时候 在那个 运用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不会用到 Base Case最好的 比方说 QuickSort QuickSort 在科朵里面呢 其实用不多 往往呢 人们会用别的 别的Sorting 比如说Murch Salt 或者说 用那个 Share Salt 这种 那 为什么 为什么不会去用到QuickSort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 QuickSort 算平均状况是不错的 但是它在 Worst Case 什么 在QuickSort Worst Case 就是排序块完成的时候 那它的Worst Case 它的时间复杂度 就是Big On 平方 虽然这状况很少遇到 但是遇到的时候 它就怎么 它那个整个 时间拖延就会大很多 所以往往呢 很多时候像 Kernel 我们就会选择 用什么 叫Murch Salt 或者其他 比较保守的Sorting 甚至有时候 还会用Bubble Salt 或者Insertion Salt 就是 就是为了要避免 那个什么 Worst Case 跟Average Case 落差太大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你会看到一些 Data Type 那这个Data Type 是透过大量的Macro 所以为什么 你要重新学习戏源 因为你可能 以前写程式 想到Macro 只是什么无聊人在写 你看到Lenskot 大量的Macro 大量的具体在那边 老老去 已经用了具体很复杂 一个具体用不够 用两个 两个用不够之后 还发展一个特殊的 专门的程式 去产生具体 反正总之 Lenskot 有很多那种 你要讲奇迹 英巧也好 或者是一个奇招 其实很奇怪的东西 不一样 总之它虽然是一个戏源 但是它跟你想想看 它的戏源不一样 它做大幅的扩充 不只在语言层面用到 甚至在什么 甚至在 刚刚讲给大家 有些 程式把产生器 回去产生一些特别的 然后再来是说 你会需要 要在计算机组织与结构 要很了解说 这个B-wise的操作 And all nuts之类的 要知道二进位的表示 还有Cache 直引子结构 多核 多处理器 Atomic Instruction Bus Arbitur Emay Pipeline 还有Out Order 那这些东西 尤其后面那几个 像Pipeline Out Order Execution 这个东西 对近代的Linux 影响非常重大 很多时候 程式它之所以错 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 这种 背后像Out Order Execution 引起的这些 像Main Barrier的议题 那演算法根本不用讲 演算法 Linux可能大量演算法 因为它是在解决 真实这些问题 所以在Linux可能里面 也会用到低回 不多 但是会遇到 你用的地方很微妙 之后你看到时候 Linux可能大为惊讶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里面有做很多种 时间跟空间复杂度分析 像刚才提到 QuickSort 往往在Linux可能采纳 不是很广 就在于说它的 Worst case 太严重了 然后还要考虑到一个议题 就是说像空间复杂度 很多演算法 它其实都 就是很多实作 很多演算法都可以用一个 时间复杂的不错 不管是Average case 或是Worst case 都会表现不错 但是它可能需要额外的 机体开销 变成Match Sort 它可能需要额外的机体开销 这个Kernel的开发者就会开始去撕存 去想说东西到底该用还是不该用 然后再来有个东西叫做Worst case Execution time 这个东西就是缩写叫做WCET WCET在最近Linux Kernel的设计也是很关键 因为Linux用在很多地方 用在供应 那就看到这个工业展 那在工业展里面像是Siemens 那Siemens很多那种复杂的机械手臂 或者你看那个像Tesla 在工厂里面是自动化的 然后Linux用在这里面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事 我们不是考虑到Base case Average case 我们要考虑到Worst case 那去好说我在最差时间 即便是最差的整理时间 都可以在我们预期的Dainline之前完成 否则你 错失你的Dainline 有可能会导致什么 整个不只是生产线的一个生产落后 更可怕的地方 它可能导致一些公共安全的问题 然后除了这一块 你还有可能有些Concurnal Procamin 那西线公民都讲的 也代表一大堆 那我们着重的不只是规格 还有一些技巧 所以基本上这个过程就是什么 就我们所谓的研锡攻略 就是研究 讲 研就是讲话的研 也可以是研究的研 这是你要研究 你要去论述西元 需要一个攻略 所以其实我们开始来做的就是研锡攻略 所以你在研修攻略其实在想的问题就是生存 然后生存是最基本的事情 然后之后你要做什么事 它就是提升校园 我的程式的正确性 然后你甚至要思考说我怎么去扩充 然后基地统计就不用讲了 尤其是那种小尺度的那种 Nail Second Microsecond 那我们要怎么去掌握它真正的这个事情 就需要基地统计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也会额外谈到一些像资讯安全 尼尔就会稍微讲一下 我们就讲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电脑网路会讲多一点 然后那个绘图的话 就是给一些关键试看一看 那我们会做一个分组报告 所以分组报告如果你对那个绘图处理有兴趣 注意到我们今天讲的绘图处理 不是那个画个什么插背转带程序 不是那个叫电脑图屑 什么叫绘图处理 Linux Chrome绘图处理在什么 比方说CPU跟GPU怎么沟通 它的BUS怎么沟通 它怎么做统部 怎么讲这个绘图处理 所以它其实讲的是GPU CPU之间的互动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也有这种一直多核 就是说那么多核的CPU 容易怎么处理 然后在这个 Charles Esos 他以前是Uber的工程师 然后后来他自己开一个顾问公司 那他把马斯洛讲的自我实现的精致档 做了一个调整 他把它分成几个层面 第一他认为最基本层面叫Client 然后再下一个层面叫Secure 再Readable 然后再跟上一层是Elegant 那最上面的层面 是我的程式码能不能最后能够重有 那如果说用中文去对应的话就是什么 最底级的层面是正确 安全 可读 优雅 利他 你要知道利他是最大的 就是这种对应到马斯洛就是什么 就是自我实现等级的 所以你想 为什么很多台湾工程师会遇到很大的困境 就是因为连正确都没有搞定的 就是C-R-U-D嘛 因为不正确才一直要C-R-U-D 对啊 所以根本就说安全 根本就说好理解 容易维护 根本就说很美 简洁解决问题 那所以再讲一次 我们在另一个课程学习 其实就要谈到这件事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符合预期的答案 有时候在思考游戏在台湾 很多时候就 老师我该这样做还是这样做 那有时候老师就跟你讲结果啦 或者说这样做比较好啦 去 但你也不知道不这样做的确定是这样 然后呢 但是我们在Linus坑统就会看到 因为Linus坑统是活生生的东西 在我们讲话的当下 Linus坑统又改版了 对吧 因为你看平均每个小时八次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从我们刚刚讲话到现在 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所以已经改版了十几次 不是十几行的吧 是十几次 那这改版过程中 很多时候呢 不只是增加新功能 很多时候就在做这件 那解决不完全问题 我就去做refactoring 让程度更优雅 好 那这边是一个特别声明下 就是说 我的教书呢 我还在学习怎么教 所以讲就是 我能教各位的孩子们有限 然后我比较会就是去讲股 跟你讲就是背后的这个发展 没落跟他很原理 我会讲的很high 讲的很开心 但是你可能不想听 对不对 过去东西关我批事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 见股知识经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技能叫骂学生 对不对 就是 其实也不是骂学生 就是 其实加速 诚实面对字体 那反过来说呢 有些基础知识 我怎么办 没办法教你的 就是 所以比方说 你不要指望我去教你 什么理想数学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都没办法教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做这个东西 用来 我可以告诉你 说你过去学那些资料结构演算法 怎么影响你我生活 然后这些东西 到底跟着什么观点 然后呢 我们的有很多教材 是我提供的录影 等一下我们来会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哲学期的这个课纲 那你会发现说 应该有一半以上吧 我希望这个涵盖有到八成 八成或九成 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有一半以上的 是只有录影的 然后 那你说 既然都上课都提供录影 那我是不用来上课 就怕学生不来上课 我们做什么事 所以每堂课都有考试 很快 对不对 然后呢 除了这一半的话 我们会干嘛 会code review 就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来讨论 所以我们在上课应该要做什么 要做私生互动 对不对 为什么都来教师 对不对 不就是要学习 学习方法很多 对不对 你跟打开YouTube可以学习 但是 老师站在你前面就要互动 对不对 比方说去 戳一下你拿资点 你一下哪一地方 没有不好的 然后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是要认识各位 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底下就是老生常谈的 就说尤其各位在国际大学读书 真的要去想 很多纳税人是被迫投资 大把的资源在各位身上 所以你不是来缴 什么三万块的学费杂费 不是这么少的 真的纳税人投在你身上 是很多的 你要想这么大的教室 这么大的学校 这么多的各样的点阶的计划 还有什么成功率百分之百的 总是百分之百的计划 好 那这个 所以大家去思考 其实如果说你真的不适合这个 你不适合这个科系 不适合这个环境 所以你不用再十年就知道 不要失称 不然呢 真的对不起这些纳税人 如果真的没兴趣 还一直读下去 真的是 不只是浪费你自己的青春 真的是 耽误其他人的青春 好 所以说真的 我为什么来这边教书 其实也不是什么崇高理想 就是因为很多毕业生 尤其是国立大学毕业生 那残值很低啊 低到我都觉得很可怕 所以我们只是 让有些人 表现出该有的表现 这么简单 所以我只是为了纳税人来教书 所以这个怎么 为台湾教什么的 我觉得我距离他们的理想 他们太理想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很识快的 就是在讨钱回来 对不对 因为纳税人很多钱 原本是不需要挖在这上面的 对不对 我们把钱给不想学的人干嘛 我们把钱给那种 学老半天 还是在机台面前赚来赚去 对不对 早点去赚嘛 对不对 就是你想要去那边机台赚 那早点去 不然我们纳税人投那么多钱在身上 反过来说 我们今天设计这些课程 提供这些资源 就是希望可以激发大家更多的钱力来 对 如果你不做到这件事 天公伯呢 是不会原谅你的 好 然后呢 任何人呢 都可以来选求旁听 这没什么问题 然后 然后 我们会做一些课堂互动 比方说 在论你来学校的话呢 就是我们来会把你点起来 然后会教你回答问题 或者叫你上台写一段程式 或者叫你在课堂上查一段资料 然后查完立刻告诉大家 好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希望呢 大家知道一件事 这个年代就打全价 所以其实你最好的伙伴 就是在你隔壁人 然后这个东西都是这样 那各位可以去 就是我们要善用这些资源 然后呢 前五周的这个学习量会比较大 所以每周应该通过超过18个小时 好 这个 这也 不好解释啊 你懂啊 好 然后 这个 诶 是不是有一张写错了 好 没有啦 就一开始要调度更多 然后 然后你这个怎么 你这个前六周密度很高 因为很多打底的工作 会在前六周进行 然后 然后 我很讨厌那个 期末需要熬夜的 我觉得这样子对各位不好 所以我们会改成什么 第一周就熬夜 这边你先习惯嘛 这个 现在其他课不忙 其他课没有事干的时候 我们当第一周就让他有很多事做 我们第一周会有很多事 可以让各位思考 然后最终呢 我们希望做出来的东西呢 是这样 可以开放原始码出来 然后不管你的 不管你的那个 程式码创作啦 你的贡笔啦 那些报告 然后 让各位 尤其各位是学生的话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 我希望呢 让 因为你做的东西呢 被以后的同事 雇主搜寻到 让他们这些人主动来找你 这是最好的 而不是说 我今天 把那个什么 你的铝表当作一个checklist 就是这样 我什么技能 新运的技能 新加技能 然后再丢到这些公司 去 拜托求我一个工作 其实应该是这样 你真的做一点东西出来 是可以帮公司怎样 解决问题 创作更大的价值 所以应该是来公司来找你 所以今天你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 做好准备 而且让自己 既然做了 就要给你们看 好 那有一部很好的影片 叫做进解不从 很有启发性 然后大家可以来尘导一下 好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task 这task真的太重要 其实很多人 尤其在学习系统关系的时候 都发现学不好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其实也不是什么天分 不天分的问题 就是没有task做 很多事情呢 真的说不是做得久 就会有用 你看这个煮饭 就是 你身边一定会遇到一大堆 煮了十年二十年 或者更多年 但还是饭是煮不好的例子 对吧 但你身边还是会遇到 煮个一两个月 就煮得很好的 对 有没有 有 多的是 那把饭煮得好呢 其实你看人类煮饭那么久了 这个 但是把饭煮得好 还是一门很大的艺术 然后呢 人们会很多时候 把创新挂在嘴巴上 其实在想 创新呢 唯一的方法就把事做好 你发现哪里做不好 去做 路见不平 拿配起来填 创新唯一的价值是什么 找到问题 真的是几句问题 那所以其实各位去思考 我们去订阅课论也是一样 好 那我们的课堂时间呢 是从2月19号开始的 每周二下午的3点10分 注意到我们的领响时间是 中响时间是下午的3点10分 但是我们教室大概前10分钟 就会开启 所以你可以再先进去做一些准备 我们的office hour 是在这个同一天 就是同一天的晚上 就是我们下午上课 所以如果晚上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欢迎来应用 那我们是在资讯区的旧馆 4217 那4217的话就是在这个 它是以前是我们的系上图书馆 后来系上图书馆的常书 搬到这个总图书馆 所以4217就没有常书了 但是它是一个古色古香 日本时代的一个建筑 我还蛮喜欢那边的 那我们的评分方法很单纯 就是说有4个项目 就是有包含说课堂测验 个人作业 然后分组的专题报告 然后再来是最后有个自我的评分 然后如果你有对开放牛市马系统 一般来讲Linux、GCC、LVN、ZL、ZL之类 然后一旦授课教师认可的话 最多可以总分加到30分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做参考 像这个之前的动物 它原本它在数学系的 承担数学系不是很顺利 连数学系都是倒数的 然后考不了考上研究所 然后求识很不顺利 然后所以它就很灰心了 那就去扶替代艺 那它扶替代艺的过程中呢 就这样 来参加这本课程 然后用它替代艺的时间 做一点东西 然后最终来打动联发课堂 顺利的进入到联发工作 然后来到斯克 Sysco担任这个Data Center Switch的 Sovet Engineer 然后另外一个是郭志润同学 那他们是我们承大志工系大学部 跟研究所的校友 然后他之前在Mozila工作 然后现在是在Google 担任Google的工程师开发Google Home 然后另外是周矿同学 那他是从这个 从中国内地来的 然后来到承大电机读书 然后我很幸运地指导到 这个一个聪明的学生 然后他在阿里巴巴 那最近到Microsoft工作 那他就跟你讲到这些例子 就是说其实说真的 光有聪明真的不够 那真正的聪明 是要扎实工程底子 然后清晰的思维 然后把东西做好 那你在Linscom的Tool 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然后稍后我们来讲这个课程的一些 你就看那课刚好去探讨这课程资料 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 我们的课程资料呢 就是会放在 你在画面中看到这个网址 然后它是在我们架在西上的一台一个主机 然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说每一周的这个进度 然后这个会持续更新的就是帮说这个 那个会有些公告事项啦 或者是一些变动啦 比方说我可能会要 我可能要出国啦 或者是我可能有些变动 去年变动比较多了 因为去年上课的时候比较紧张 因为那个女儿快出生了 所以我那个课程最后几周 几周那干嘛 就是在上课上来 上来一半那边看手机 看他们想 手机想要赶快 如果手机有想要赶快冲去医院 去那个老婆生产 那今年这种状况应该比较少一点 好 然后呢这个我们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还有个讨论区 所以你可以使用这个连结讨论 然后我们这门课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选用这个教科书呢 选用一个没有linus kernel 为标题的书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所以后来争取了老半天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呢 学习linus kernel 其实不是没有书 因为其实各位知道一件事就是 linus kernel那2500万行里面 真正是程式码的地方 大概是2300万 那你说剩下的地方 那是什么东西 其实有部分就是文件 其实linus kernel的文件是很多的 那网路上讨论也是很多的 而且很多书本 就是linus的有些书本 它也是可以复义download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 我们不应该 就是拿那种free download东西 当指定变成一个教科书 因为它就是 那不需要特别买 对不对 你这种free 网上就download得到 所以真的需要买 真的需要让大家翻阅 要找一些经典书 那时候我们就挑了这个 CMU的这个 就是Kaneji美龙大学的这本 教授写的书 那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 它就是说 它这个缩写叫CSAPP 就是说它从涵盖层面很广 就是从这个电脑的运作 电脑的二进位编码 什么编码的 然后那个 使命级结构 然后处理器的那些pipeline 然后虚拟记忆体 然后网路 反正说多工的程式怎么运作 它把它讲得很广 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去用这本书当顶 然后用这本书的每个章节 做什么 做对照的 对应到Linux 比方说这里 在CSAPP的第九章 讲到这个Virtual Memory 那所以在CSAPP的第九章 讲Virtual Memory的时候 就讲得很广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比 明前读到很多书写的 都还来的透彻 就讲着 不管是它的编排 内容丰富度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是拿现代的电脑 所以你会看到 它其实讲的东西 都是这十年内的东西 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们讲这个Virtual Memory之后 就会对应看Linux Linux的Memory Management 我们就会搭配这样一个节奏 然后我们快速看一下 我们的课程 那这边来讲话 你可以搜寻这个CS冒号 记得要冒号 CS冒号 App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这本书 就是会用CSAPP当教材 然后去贯穿 贯穿这个Linux 科目的学习 所以比方说 我们来看一下 像刚才讲到这个CSAPP 比方说来看一下 CSAPP的第三章 看一下第三章是什么 第三章呢 就是其他讲的东西 就是讲这个Machine Language 就是那种机械语言 组合语言 所以你可以在过程中可以学到什么 S8664的组合语言 然后过程中呢 那有些资讯我会去帮大家做一些补充 比方说你会在底下会看到 不是每一章都有补充啦 所以我还在努力的补 这门课应该是一个变动啦 就是说除了我自己写的教材以外 有一些教材是来自同学的贡献 所以比方说在这边来讲话 就去补充啦 比方说250又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什么 讲到这个Sys跟Risk 那我们就去补充一些资料 然后帮大家画重点 讲这份这东西怎么运作 然后 我们也会去看用CSAPP当教科书的学校 比方说这个德州大学 我们也会参照其他大学的材料 帮大家标注出来 然后甚至也提供一些必要的软体工具 让它去练习 所以像我们课堂 你会好奇说 我们课堂在干嘛呢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录影 那所以课堂干嘛 给大家做一些测验 然后来讨论 做的状况怎样 那像这边有标页码 像这边有标 标什么page多少人 就表示那本书 那如果说你 听这些东西不是很懂 怎么办呢 其实不用担心 有录影 像这边有录影 然后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表出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就这边 像第五章的话 最佳话就是讲最佳话 那就讲那个软体最佳话 然后讲到一些数学 所以我们就一定来做残照 你怎么做最佳话啦 然后那一样 我们会做一些导读 那一样这个导读背后 也有一些 对你的说明 那在原本 7SAPP也有提供同一天 那我们在底下来 也会做一些 要导读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 应该会看得蛮快的 因为 你有 你有蛮多东西 可以参照 然后所以 你如果一开始 上课 上课不是很懂的话 怎么办呢 就是可以来看这个影片 好 那我们快速看一下 这个课程的设计 说明来看一下 第一周呢 就是要带大家去 诚实面对自己 然后 你也可以参照一下 这个 同学学习的状况 比如说 有一个很优秀的同学 叫张家文同学 他现在在 从教大毕业之后呢 就也是到IC设计公司工作 然后 那你可以看到说 他的一些建築 就是说 他以前就是觉得 学东西好像 闪闪的 但是其实后来 他感觉 其实这些东西 是有很多 很多东西是可以 听错起来 然后最重要是 他真的去 这种世界一流的场合 去发表他的作品 然后呢 我们在评分里面呢 有一个占了 25%的东西 这叫什么 叫做分出报告跟专题 那你可好奇 这东西咱是不一样 你就来看一下 好 比方说 这也是刚才提到 一个张家文同学 跟他的其他的优秀同学 一起创作的 然后 提到这边有个名字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 比方说 你去Google搜寻 你找Unlinux 好 那你看 如果搜寻找Unlinux 你会发现说 诶 这个像刚才那份报告 就很近嘛 前三笔资料 而且前两笔 可能东西都很旧了 但是我在这笔资料 其实相对是比较新的 那你讲的东西是什么 诶 如何在Unlinux上测量 Condage switch 测量Condage switch 的latency 而且去 去在真正版纸上 去做验证 去追踪Kermel行为 然后去看那个 怎么 然后把说Unlinux的schedule 怎么运作的 谈Bentrop 所以你看到这个报告 请你看列数吧 你看到这个列数 看了对 这才叫报告 可以吧 当然不是叫你一开始 就要写这么复杂的东西 而且篇幅多 其实不是 常理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其实我们要的东西 是一个 真的有消化 然后有吸收 针对新的硬体 去做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费果 其实各位 即便是 自己觉得没什么天分的同学 其实你要想 你把那些旧的报告 经典论文 在新的议题上 重新做一次 然后重新解读 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所以你看到一开始 跟你讲说 怎么准备开发工具 然后再来是如何去测量 所以比方用一个工具 叫Avenbench 然后它是一个效能评比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去评比说 像一些cache的fileread 机械操作 然后或者是先放Piper的系统布教 T7P 再来是Latency Coming Security Latency 网络的建立网络 网络资料传递的成本 还有建立一个process 一个行程 或者是对应的那些sign handling的成本 然后你看它底下就跟你讲说 它的运作原理 为什么一个程式可以测量出来 然后再来是它的一些理论基础 所以它还去读了好几篇论文 那你们看到这个字很丑 就是那些早期的论文 就知道什么 hack copy 就印出来 它电子挡机不见了 所以就知道在hack copy 那所以就是参照这些论文 然后重新做实验 重新做这个实验 那就是讲这个论文里面的资料 然后在实际上我们的硬体上怎么做 然后去绘制这样的图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很好玩 我想去测量那个councilsign latency 那你看重轴是时间单位是microsecond 横轴是process的数量 所以就process的数量增加 然后发现有趣的事情 process一开始看起来乍看是线性的 对吧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增加到一定的量之后呢 时间增长的数就趋缓 也就是说 这个process的数量增加到一个等级之后呢 它不会随着 随着process的数量变多 然后那个 这个什么 卡内数据的成本 会大幅进来不会 为什么呢 这东西就受到什么 受到cash影响 所以你看到一切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过程中可以知道什么 cash在做一种设计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绝对不是什么 叫你去背说process跟thread的差异 其实process跟thread的差异 不只是在address space 真的去思考的地方 在它什么 在它cash的footprint上 也会有影响 对 天哪 你们有想过对不对 多的是啊 没想过多的是 那所以同理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L1cash跟L2cash 还会遇到不同的cash miss的冲击 你甚至可以做更多的示意 就是我的process大小的变化 所以你看 不同的大小 对不对 从比较小的到比较大的 那你发现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process是比较大的 它的什么 趋缓的状况 就会比较明显 反过来说 如果你process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空间 它的那个占用的那个空间 都一开始比较小 它的趋缓的速度就没那么快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对你来讲话 这context是固定的时间的 它是会变动的 它是会依据你的情境 依据你的条件去变化 然后你去看围观的变化 对不对 这边你去做 然后之后 接下来做什么呢 还做系统呼叫的 这边的延迟 比方说这边有open read write 很基本的Io的操作 然后你发现好玩 有些系统呼叫它的时间就很固定 不会随着什么 随着这个次数做变动 但是有些东西就跳动比较大 像这边来讲 你看到 read 跳动比较大 但是如果我们做right 跳动比较小 就没什么提到 没什么跳动 所以像这种东西我们去思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你再重新看 什么围观跟聚观的 然后再是不同的 vline的产本 然后你看到 这边的字图就很专业 显然它不是用e-sale画的 e-sale画不出那么专业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一些对应的工具 这需要什么工具呢 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工具 比方说Gnuprats 就是专门制图的工具 让你做到这种专业的制图 所以注意到 但你看到这份报告 它其实是大起步的选择 所以看起来非常专业 你在教科处看它的东西一样 所以我想 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的成果 是要丢到网上 可能有些同学因为这件事会退选 但是你想看 我们东西做好就要给大家看 你说做不好怎么办 做不好 人在做Google在看 你做的东西很差 差到没有人想要看 放心 那个排名就会下降 那为什么这个同学 做的这个online的报告 会排入前面 言之有误嘛 而且从这个过程中 真的可以取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想最后 大家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可以做到这种等级 像刚才讲 我们在搜寻unliners 会找到我们的成大同学的错误 像同理去搜寻 Friatus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LivetimeOS 对 发现前三名以为是我们 对 有时候很困难的 找资料找来找去 找到自己写的东西 对 慢慢会体悦那种感觉 那种有点孤独感觉 或者针对这种MicroControl的用的LivetimeOS 又是我们成大学的 所以这个是 就是你要慢慢习惯的 就是我们做东西就要给大家 好东西不怕人家看 好东西分享出来 好 那所以我们再继续看 刚才刚刚讲这个 就是讲像Unliners的分析 其实 这个分析的需要很多机制 所以我们工程中还在探索 比方说像那个 LivetimeOS的东西叫Aptrace 好 Aptrace是什么 它是一个动态追踪的一个工具 好 所以注意到 动态追踪 好 所以你可以去 可以去 追踪我们这些系统的表现 甚至找到一些潜在的问题来 好 那底下就做一些设定 好 像画面就这样 好 你可以去追踪到什么 诶 你看到 这边照 这个时间戳击的变化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是 NinoSecond 非常精细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我的排层 就排入了 一个行程排进来 一个行程排出去 那或者终于我们去抢战 那或者说我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种操作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我们在多核时代要知道 每一个核在做什么 好 像这个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对的工具 让我们去分析 所以注意到 我们绝对不是在格物资织 所以称呼称呼别的格物资织 格物资织指对了什么 指对那个什么 金石子集 所以对儒家的东西有用 NinoSecond绝对不用 无自知的 我们需要工具 大量的工具 所以不要忘了 不只只有NinoSecond可以贡献 方式工具也可以贡献 所以后来这个同学做报告做到一半 反正也有些工具有些缺陷 也做一些工具在上面 像画面中可以展现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 像你看到这个EST phone 是一个档案系统 所以他去追踪 就是说我中间的这个 科目的一些事件 然后呢 我们后来也会跟大家探讨一些更更强大 EPTWIS已经很强大 搭配一些 你可能知道像EBPF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这里外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什么 这个像这个 谈英特罗啦 背后的原理啦 什么SOI啊 Q啊这种 我们会有专门在讲这个 英特罗处理的部分 然后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Schedule 我们这个Schedule呢 就是我们上课会有一个 一定的 一定的 一个步调 所以 你可以照着我们的步调 但是过程中你会看到一些词汇嘛 比方说像你看 你在读这份材料的时候 有可能有些东西 听声懂啊 interrupt 就是这个timers 你会发现 其实我是把它放在比较后面的地方 我是把它放在 这个 timers 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 一旦这个 这个录影跟这个教材写好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做残照 所以你可以散用这个部分 然后 提醒大家这个东西是可以 可以订阅的 你可以去订阅这个 这一页的内容 你可以用RSS的Reader 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去订阅这一页 所以它一旦有变更之后 你就给你通知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最后 希望说 同学们 可以做出来 说出来的这个成果 那些成果呢 它是 真正 就是 把真实问题做对的 像另外一个报告是讲这个虚拟化技术 所以这也是 探讨虚拟化技术的用途啦 虚拟化技术是怎么一回事啦 那虚拟化原理是什么啦 然后那个 虚拟化要考虑到什么东西啦 考虑要 不是做CPU要做虚拟化 记忆体要做虚拟化 把Io要做虚拟化 触记忆体这种东西答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去探讨一个hypervisor 从零到有去实作一个hypervisor的时候 要考虑到什么议题啦 然后像这种 然后在这 像这上面是用 on的那个处理器当说明 所以就讲 on的处理器要怎么去支援 应急加速的虚拟化 那触记忆体的这个弹度 你们看 那 一样这个东西呢 在背后呢 就会用到这个涉及到的东西 就是 就on的这个基础建设 所以叫做你去搜索onvx 你意外的话 又会看到 然后选拟的那些 做的东西 然后 所以就是 这是我们最终 最终占了 整个学历占了百字二十五 那我们大概在最后的两周 会让大家来 来做这个分组的报告 加上同学的分组报告 你总共会 因为有一周我们是 有一周我们是那个 停课的 就是那个农历年 因为我们学校有放那个春节嘛 所以我们就有一周 就是第七周 第七周 第七周配的这个 春节 配的这些扫墓 这些 必要的 必要的这些 就是我们有那个 春节 所以我们就是 那不叫春节 那春假 配个春假 然后我们就停课 但是停课还是有作业的 也有满满的作业 让你 让你除了扫墓以外 还有很多事要做 好 那所以扣掉这一 第七周以外呢 实际上我们上课是上18周 但是因为 中间是有事的 而且 那一周是有安排考试的 对 不要怀疑 你回家还是可以考试的 我们这些节有些新的 新的方法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最后 我们在这本课呢 要做的东西是有强度的 就是我们讲的强度不是让人家 如果搜寻可以找不到 那么几单而已 而是说真的是 给人会有帮助的 好 那你自己也是可以探索 很多 很多细致的议题 那再来讲我们这学期用的这个教科书 它叫CSAPP 那我们刚才有快速提过 不过这边还是稍微讲一下 这本呢叫做CSAPP 那它的最新的版本是第三版 所以我们可以叫做CSAPP3D Free Edition 然后我们这个学期在 就是我们我们助教也会提供那个代电的服务 所以可以在第二周 找助教去去看那个代电的服务 就是不过我们定的 实际上是定那个简直中文的 这件事我增长很久了 其实为什么用简直中文的书当教材 其实这件事在国立大学很不常见 那我趁机说明一下 第一个我不太想要用原文书 CSAPP这本书很好 但是我不太想用原文书有两个原因 因为原文书稍微贵一点 原文书大概要台币 台币大概1800 有些同学会因为一千多块就不想要买 可是一千多吃牛排是OK的 Anyway我不想要自己这些观点 总之就是因为一本书一旦超过一千块 很多同学是不愿意买的 但是简直中文版只要七百多块 所以你看这个便宜很多 这创造学生去买书的诱因 是第一个 因为我希望学生可以有一本书 尸体的书在手上 然后千万不能用盗版 第二个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 因为大家照着就是说在 我们学了那么多系统软件 要解决真实世界问题 可是说真的 扣掉台湾以外的地方都需要软件公司 可是台湾其实很多地方 不需要软件公司 我这句话讲得很武断 所以你如果听得不舒服 请你原谅我 但是说真的 我觉得台湾很多学校培养的人才 我不敢讲说台湾学校培养的人才好不好 但是问题是台湾学校培养的人才 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发挥用途 有的是在机台面转来转去 有的是 我不知道做什么事 我不知道要怎么改变台湾的现况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扣掉台湾以外的地方 其实很需要管理公司 不管是中国 新加坡 西谷 甚至乎说 在东欧 都很需要软件公司 这些都是可以去发挥的地方 再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在找资料的过程中 一定会找到简直中的资料 那与其去抗拒这些简直资料 那还不如我们去采纳它 所以我在上课的过程中 我写字经用翻译字写 我也用传统的数理 就是典型的数理 我为了要翻一些词 我去找我家里的长书 像Concurrent 这个东西我翻了很久 终于翻到 原来民国 72年 就有这样的用语 就翻译字 叫并形 那对象要翻译字叫并发 并发症 听起来很奇怪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是 我们用简体书 上课 但是讲话用繁体字 繁体字 繁体的术语 台湾的术语 去讲 所以一方面可以让同学学到对照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 还不错的方式 就是说 让同学知道说 我去查资料的时候 比方查到内存 我知道是记忆体 我查到内核 我知道是核心 然后出谁这种东西 我可以知道这些用语 然后再来是说 因为你很多资料 查询到就是简体中文 那Linux在 网上和论文知道 都是解决中文 所以你熟悉对岸的用语 那你查资料的时候 比较不会因为 术语没有搞懂 或是一些 书写习惯没有搞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采用这个 简体中文的教科书 当然如果说 你看简体中文很不爽 你要去买 英文版也是可以 那是欢迎你去做的 那总之 前文不要到晚 这是尊重自己 尊重这些知识 所以在这本书呢 它谈到什么 它谈的东西真的很广 你可以看到说 讲一大堆 什么城市最佳化 电子电路 然后直径极架构 组合语言 然后储存装置 这些东西 一大堆 那这个东西都涵盖进去 然后呢 那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除了有书以外呢 它有一些教材 然后包含说 有偷语言 还有录音 都可以找到 所以在我们这堂课 在讲解的时候呢 也会搭配 西门的录音 顺便也让同学去 学习 英文听力 也不要觉得太挫折了 我觉得很多同学 对英文听力很抗拒 考完拖语 考完拖语 考完那些英文简历 就不想考了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们源头 有很多是那种英文的材料 大家不要觉得太挫折了 因为其实很多 尤其林文史上 真正母语是英语的人很少 像林文的头发子 母语也不是英语 但是它还是可以讲的OK 它也不会讲的复杂 但是其实 最重要是有关的沟通 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个这个 针对这本书 可以做重点提示 像是第一章的重点提示 第二章就是这样 数字系统 第一章就是开始讲 那些组合语言 机械 机械语言的 然后第四章讲的 那些出一些架构 那第五章是那些最佳话 第六章开始讲到Cache 讲到Memory hierarchy 然后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对这本书 那你会发现有些章节 是没有那个提示的 我希望可以慢慢把它补上来 那所以就是说 过程中我们就去探讨 从这个用CSP当作 一个锚点 一个anchor 就是去看 就是用 因为CSP是一个很厚的一本 它很丰富的书 而且它里面的一些实验 基本上都在定义上做实验 所以它其实 虽然它没有讲第一章 但是它可以搭配 看 搭配定义的一些行为 它可以解释很多东西 来东去脉 这件事很关键 好 所以总之我们在一开始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些管理 就是 不然说这个 整个 整个处理器架构 它的一些演变 然后过程中我们也去探讨 说一下那个link list 千万不要小看link list 光是link list 就可以 就是一个照妖镜 很多人的认识戏缘 其实要把那个 贴出连接 总之就是说 在很多人对link list的认知 是很狭隘的 但没这种关系 我们不是要鄙视别人 鄙视别人对自己 是不能有好处的 我们要提醒自己 那也不足 比如像这边 你看这个link list link list很好玩 它是 它是环状的 对吧 你看 它是 这边 然后又有两个尾巴 又连到头 那我做一个 Circular link list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新增 要怎么去删除 然后 那 甚至怎样 在我们过程中 会有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写一段程式码 叫你去补 补完 或是去修改 把原本不会动的东西 改到会动为止 好 这个东西就比较像真实世界 其实你要想看 其实 你大学的时候 写程式很幸福 因为你是可以 从不到有去写一个 之后就是很少的机会 你之后基本上都是 改别人程式码 或是在一个 深不见底的一个框架 比方说什么 Nubian Rails 或是一个什么Cake PHP 一个框架上去写程式 那就写第一行程式码 写第一个程式码 可能都还是 副字贴上改过来的 不是真的去 一笔画 一个资源 接着一个资源去打出来 欢迎来到21世纪 它就是这么复杂 所以在那么复杂的时代 我们怎么办 所以要搞懂 这个东西怎么运作 所以去翻译什么 你可以从我们讨论 其实很多东西是什么 你要了解它的什么 像是那些operator 其他有优先权 因为没有搞懂 operator的优先权 翻译什么 翻译程式是错的 那从第二周开始 就是我们会强调这个西元 所以你会看到一堆西元 编码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就是像那个补数 一补数 二补数 浮点数 所以这东西有什么学问 哇 这东西学问可大 你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二补数 为什么不用一补数 你要用二补数 这绝对不是记起来就好了 那个思考一体很多 而且这周围其实背后是什么 是离散数学 背后还涉及到什么 阿贝尔群 所以不要怀疑就是那个群论 好 然后甚至我们要去探讨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样做 以及考虑到最佳化编定器 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最佳化编定器 它可能会改写 像这个 你看 像这个我们X 跟2的N次方做什么 做modular的运作 那其实它会有个等价 就是说 它可以先2的N次方减1之后 再做N的运算 如果它是正直注化 好 那所以呢 你会发现说 我一个 一个 modular的operator 它其实有可能不这样 它会被替换 在特定的case下 会被替换成 end operator 好 所以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些议题 就是你要知道 它其实背后是很多 很多学问在那边 好 然后呢 千万不要只是 在那个层次嘛 隔来隔去 不是这样 你要去讲背后的议题 像是编译器 把那个处理器 去怎么去处理 然后呢 你要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一些 比较抽象的东西 比方说这边有提到阿贝尔区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说 不要以为说 那个什么 1补数 2补数只是一个编码 只是 或者那个浮点数 i 触摸1 754 背下来就好 它背后的设计的议题是很多的 像举个例子 如果你对这些数学原理 没有概念的话 你会很难解释这种状况 比方说这个0.1加0.2加完之后 为什么0.3 0.004 为什么 就要知道什么 浮点数运算背后的什么 背后的这个有限的位数 有限的资料表示感是有关的 然后呢 再来是说像这个 再来是这样吧 像如果说我们讲这个 single position的这个 所谓单精度的浮点数 那就很有趣 你看这是一个很大数 很大数 大数乘大数 先做完认算再乘大数 得到一个正不穷大 你可以接收RAP 大数乘下 大数 非常小数 这是很大数 这是很小数 但它还是正 很大的正数 很小的正数 很靠近点 那乘完之后呢 发现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诶 这东西不到大的数 还没有到无穷大 但是还是大的数 然后这个大的减大的 然后呢 我挂好在这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简单 那个平感就可以做出来 那请问是什么就是这个 大数乘大数 减下大数乘大数 为什么它会变成NAT的南本 为什么它不是0 所以注意到 这也是为什么 你回想一下 你学微积分的时候 微积分不是有一个东西在讲极限 对不对 你要什么 你要用这个 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求这个极限 很多时候 这个东西趋近正无穷大 趋近负无穷大 无穷大 减下无穷大等于0 是吗 对 你要去问这个议题 因为以前人都凭感觉的 你看 人类在很慢 才把0这个数字 加入到数字起来 很多时候 像中国早期是不知道0的概念 所以在控制 可是0出现之后 还是没有解决人的问题 人们很常在想 无穷小 跟0到底有什么差别 今天就觉得很荒谬 但是除了 这个东西 让数学家 让很多几百年的人们 甚至千年的人们 都陷入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需要一个正规的方式 从规格书 从背后的数学原理 要理解 其实怎样 因为这个东西是怎样 是 数字系统背后 是可以用群论 可以用阿贝尔群 去解释 它背后的原理 好 然后呢 甚至你要考虑到一个东西 像刚刚这个东西来讲话 跟上面这个东西是有关的 这段程式码 考虑这个程式码 A加B加C 注意到不能念成X等于A加B加C 注意到这个念法是错的 在数学上也是不合格的 这个应该念是什么 是A加B加C 指派到X 就是assign to X 然后同理应该念成B加C加D 指派到Y 然后注意到这东西不能念负指 对岸有些翻译翻的不是很好 负指是一个不对的翻译 就是指派跟负指是不同的意思 一个是主动的被动 但你知道对岸的中文翻译有个逻辑 就是一个字一定要对应一个翻译词 但是其实以这个古典的中文 以典型的这个反体中文 传统的中文来讲 不同的情境要翻译不同的话 就是这个字用要优雅 要明确 好 那你看到A加B加C指派到X B加C加D指派到Y 你会发现的就是B加C好像重复做了 对 这个运算重复做了 所以呢 在编译器做最佳话也会做一件事 然后我先把B加C的结果先提出来 你说 那这个怎么错 乍看好像没什么错 乍看好像以整数来讲是没有错的 答案是对不起 在浮点数来讲 因为有这个状况 记得吧 所以你看到 我++++ 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如果很大数加很大数 就会变什么 就会变成无穷大 无穷大 加任何数还是无穷大 那同理 如果呢 今天是一个什么 很大数 加上一个很大的负的数 所以就会遇到什么 会变成这个状况 好 然后再加上D 所以你看这个状况呢 会依据你什么 依据你这个做这种最佳话 因为它改变了什么 它改变了那个加法的顺序 因为在浮点数是不符合什么交换率的 所以各位发现问题的吧 你说靠 平常的情况更不会遇到这种状况啊 你这个刁难我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写程式 什么叫逻辑 逻辑呢 不是凭感觉 逻辑是吧 它会知道哪些东西是边界 哪些地方是可以一步一步推到的 哪些地方是做不到的 我们要学就是学这个逻辑 所以你说 会不会有这种corner case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学理工 就是在学这个议题 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东西呢 对Linus kernel有很大影响 然后你想 靠 这到目前都是西语言的啊 都是那种酸牛角尖的啊 很讨厌的啊 这学的都没有用的东西 我曾经在你PD上有人批评说我这么渴 我这教这些没有用的 对 如果你的工作是那边机台转来转去 或是你的工作是在 八位元的机面上去改那个软体 对 我教这些的确可能是没有用的 但是说呢 如果说你今天情境是什么 情境是用到很广的 像我刚才讲的 从太空的啊 然后用到交通的 我刚好最近都在做这些事 太空跟交通的东西啊 那你发现是 我们就需要有这个广度 需要知道这些空的case 因为我不可能把每一行程式码 把每一段程式都写对应的testcase 就算你写也不见得有足够的涵盖 但是只要犯错 它造成损失是很惊人的 所以为什么你要对这个底要打稳 那同样的东西就是说 比方说像这个什么 西语言这个标准啊 像是可以看这个 这个是去年学生的报告 他要跟各位讲说什么 哪些东西是因为没有了解这个西语言的标准啊 或者对西语言的标准没有那么清楚啊 然后所以搞导致什么 像一些interview的 没有搞懂的interview promotion 的这个结果啊 导致什么 导致它衍生的资讯 资讯安全问题啊 像interview of all 那或者说没有搞懂这个物件的生命周期啊 所以导致一些攻击 是可以成为可行的啊 导致一些系统的弱点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呃 这些东西乍看都是一些细节 大部分就是这些小东西啊 但是整理拼弄起来啊 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啊 就就变很关键啊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在探讨啊 就是像这类的议题啊 就是呃 不是只有正确 还记得前面讲那个 那个 那个 修改自马斯洛那个自我实现 对不对啊 我们除了要正确 要安全 好 然后呢 要什么 要能够 优雅 去解决问题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就是像西元来讲话 其实很多东西很多 很多开发者都会忽略啊 像个东西叫alignment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最终呢 西元有个很强大的东西叫做指标 指标这东西很强大 它可以让你干嘛 可以让你去存取机体 但是很多时候呢 嗯 实际上你是不能随意的去存取的 好 因为在我们的硬体上呢 是不是有些限制 好 在很多点心的risk 点心的on的处理器 点心的on的处理器来讲话 我存取机体的时候 我只能在特定位置上存取 我不能随意存取 如果你随意存取的话 你会遇到什么 它会遇到一个alignment的trap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注意到 这边就要讲的这个alignment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是效率好不好的问题 alignment trip发生之后呢 会得到 有可能会得到true的结果 那就算没有发生trap呢 也有可能 因为alignment misaligned 得到完全不对的一个 一个输出 这不是我们要的 然后在过程中 你要了解什么 集体管理啦 了解这个 什么这个 呃 像这样子 这样的议题 那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有 程式码的效率 正确 正确 正确性 还有说 实际上的什么 实际上的行为的 影响 那你会发现说 Linux kernel有大量什么 大量的alignment 你可以过搜寻一大 Linux kernel alignment 可以找到一大部分 好 你可以看到来讲话呢 这边高达什么 高达94万笔资料 就要讲什么 alignment 好 而且alignment很多时候是针对4k 就是所谓的page size 这个alignment 所以呢 这过程中你不能小看 这个东西也是要懂的 那当然原本那个指标啦 什么韩式互交地毁互交地毁 当然还是要懂 就是Linux kernel里面 也用到地毁 你不能说我讨厌地毁 就不想学 不行 你就是要学 对啊 好 不然你怎么征服 对 所以学校这边 你会觉得好像中招 天啊 这是什么世界啊 这么复杂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 网友的问题 就是有问到这个Lisk5 嗯 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 我就顺便预告一下啊 就是在今年的秋季啊 就是 现在是春季啊 然后秋季就是9月开始那个 哪一个学期 然后在秋季的话 我会开一门课就是讲这个 计算机 计算机结构 就是 诶 我忘记全名叫什么了啊 就是 你知道研究所的 课程有时候会因为那个 不要去撞到其他课 所以有改些名字啊 我一定忘记叫什么课 反正总之我 我会在今年秋季会开一门课 就是开 计算机结构 然后 那里面就会讲那个Lisk5 然后 然后 一样还是拿那个白串本书来做说明 就是我会 我会针对Lisk5去做说明 因为这方面的这个中文的开放课程真的蛮少的 之前有在做计算机组织的开放课程的话 就是清大的黄婷婷教授 但是他的这个内容还是比较 他讲的蛮好的 但是就是那个比较旧 那我我今年就是预计会在秋季开始讲Lisk5 然后 所以最近的话我也在写这个Lisk5的模拟器 因为 我的认知啊 就要了解一个除以器就是要写过他的模拟器 我写过S86的除以器 然后写过Unner的模拟器 但是我还没有认真把Lisk5的模拟器写完 所以我还在学习 但是你要问的应该不是问这个 就是要问的这个Lisk5的看法 其实Lisk5之前就有好几个这种类似性质的处理器 你可能知道这样 有个东西叫OpenRisk OpenRisk OpenRisk出现比Risk5正式开放了 正式公租一次来得早了 你看到这个时间点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吧 2000年的时候就OpenRisk 然后像成功大学有对OpenRisk做多核的扩展 然后我自己有投入这方面的研究 在7年前 但是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说 OpenRisk在设计上它的社群其实是 它的社群叫做OpenCore 然后它有个很显著的问题在于说 它的社群里面有很多人是像我们用学校的 或者是个人有兴趣的 或者是比较窄的 OpenRisk里面有一些应用很有趣的 就是说有用在网路处理器的 但它网路处理器就是不是那么通用的 不是我们今天讲的NFV那种 网路虚拟化那种 可以用到Switch导致那种 不是 它可能就是一个网路风包过滤器那种 它用很窄的 那OpenRisk里面有很多这种社群 它是比较窄 比较窄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说 背后支持它的产业 其实很有限 它的这个 就是有很多是这种的 就是这种 academic那种学校的 那的确它也是可以跑 它也是可以跑什么 跑Xwindow 像这东西很high 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可以跑 但是它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这个演化其实不是那么快 然后 真正对这个OpenRisk有兴趣的厂商就 就比较少 那 Risk5刚好是颠倒 就是Risk5我觉得 它的这个 蛮有策略的 你知道Blocking那一票的人 其实蛮有策略的 就是说 它们其实很早就把Risk5设计出来 但它迟迟不会丢出来 它先干嘛 它先把这个产业关系搞好 就是它不会急着把它丢出来 就把这些产业关系 一定要什么NVIDIA 一定要 一定要包括说那个 像那个 呃 那种 密系的厂商 反正要搞定很多很多厂商 那这些厂商都有兴趣之后呢 对吧 就是 在一起弄个联盟 所以它在一开始生事 就是比较好的 当然 背后的那些灵魂能物嘛 就是你知道摆顺屏 背后那些灵魂能物 那些人 一起来做这个专案 其实这个对这个不只是生事啦 就是它的这个考虑完整度 完整度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当年OpenRisk呢 在 它也有格诺托诺券的资源 注意点 它其实它资源的层面 其实是蛮广的 当然是有个麻烦的地方是说 它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去整合到 整整到这个托诺券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被上游 有正式的收入 所以一旦呢 呃 要改版的时候呢 就会 就每次 这些托诺券 不管是那个 Compiler 或是C Library 或是一些必要的Debugger 或是模拟器 每次要改版的时候呢 就是需要很大的这个投入 那 那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没办法被Upstream的采纳 其实就是机身蛋蛋升级的问题吧 Upstream就问说这个东西有多少用 你背后有多少人在支持 有背后有多少人全职在做这个部分 然后那么因应这些 托诺券的一些新的实验 新的这个特征变更 所以即便这个专 当然它正式发布的时间是比Risk5早的 我没办法说Risk5跟OpenRisk哪一个东西 内部开发时间比较早 但是以发布时间来讲 OpenRisk是显然是吗 是远早于Risk5的 但它是后面少了这些社群 然后导致很多这个 它的社群是很窄的 那最致命的就在于说 它对产业的期待是没办法回应的 那举例来说Risk5 比如说NVIDIA在投入Risk5的时候呢 它做了什么事 NVIDIA在Risk5投入的时候 它提出很多extension 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 就是细节我不讲 你可以看到说它里面有提出很多那种 像那个J extension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必要的extension 那除了这个Risk5 除了NVIDIA以外 其实也有其他公司 也有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 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 今年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讲 Mips 那我们现在是改用那个Risk 那就是因为这些心理技术摆在这里 那最重要的是说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 是可以 掌握Risk5 然后去NVIDIA 去这些Google 这种一线的公司去服务的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是学Mips 那有点尴尬 就是Mips 现在我们讲这个技术 其实它停滞一阵子了 它其实技术还是有前进 但是它某些部分 比方说我们讲虚拟化啦 我们讲那些那种在移动运算 它其实进展是很有限的 然后更麻烦的那样是说 在这个商业面 那Mips 基本上还是很多地方用Mips 可是它很难再开拓新的事业 那反过来说Risk5 在某些厂商 比如NVIDIA 它就直接把它用在车子 所以你看我在学生时代 现在就掌握了Risk5 那在这里面做一些事 那我们的毕业生也许就这样 可以直接投入像大家讲 NVIDIA Google 这种一线 只需要 呃 从底 到 从底 从下到上 好 彻底去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 好 那我们再继续 继续看我们的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第二周呢 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干嘛 再跟大家探讨这个 这个 这个 西语言程式计 对吧 好 然后第三周一样 那不过第三周呢 花 利息不止在西语言 包含出它背后的编译器 好 那我刚才有稍微提过这个编译器 好 现在考虑的议题真的是很广的 然后呢 里面还会 你会知道一个东西叫Undefined Behaviour 好 这东西你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看学那些没有定义的东西 好 Undefined Behaviour呢 它允许你做更多的这句话 听起来很神奇的呗 你觉得 这句话很玄 好 没关系 举个例子给你听你就懂 不要忘记了 刚刚讲数值系统的时候 有提到 两数相加有可能怎样 会发生 Overflow 两数相加有可能会得到 那个什么 那这个 变得无穷大 那就变成 或者变得不是数值 好 可是呢 好玩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地方在 最佳化 好 这里 比方说呢 我们有个操作呢 是X乘2 跟X除 然后之后再除2 好玩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 程式真的每个地方都要去检查 X乘2 会不会遇到oflow 有可能会遇到oflow 好 所以你可能要做什么事 你可能编辑器来 要做一个检查 诶 X乘2会不会oflow 如果会oflow 我会告诉使用者说 啊 这东西会遇到oflow 好 同理 做一个东西已经oflow 再除2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所以好玩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地方是说 呃 如果X乘2 之后又去做X除2 好 那我们呢 就把这件事呢 去把它定义成 就是说 在没有 发生oflow的时候呢 好 我们把它 就可以把它 把这个东西最佳化成什么 就变成X 所以原本是先乘2 再除2 好 注意到不是每个时候 你都可以把 套用这个最佳化 好 这个最佳化 能够有效的 唯一前提 就是把oflow 当作undefinedbehavior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最佳化 是因为 我们避开oflow 好 所以我们把oflow这件事呢 当作一个什么 没有定义的行为 好 所以这时候编辑器 才有办法做最佳化 反过来说 如果你时时刻刻 都是想 我做一个东西会oflow 我做一个东西会变成 纳特的南本 好 反正我出池了一大堆东西 要考虑到 好 那你永远就不肯做最佳化 既然永远都不肯做最佳化 编辑器就很难再做 在什么 再前进下去 那编辑器没办法再前进下去 那编辑器永远就 距离人的期待 会很远 所以 注意到 为什么在 西元规格书 有一大堆undefined behavior 他预留一些空间 让你去做最佳化 预留一些空间 让实作者 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但是 RM Define behavior 如果没有处理的特当的话 也会怎样 就是 会有那种 今天会运作 明天就不会动 所以变成这件事 会导致很大的困扰 尤其西元城市会 一到这种 今天会动明天不会动 对 我在工作的朋友 都很熟悉这件事 所以跟老板说 我敢发誓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加班的时候 你特别强调加班的时候 昨天晚上加班 我加班到12点的时候 绝对没问题 但是我不想为什么睡个觉 今天就不会动 奇怪吧 好 那遇到这种事怎么办 Linus Kernel也有什么 也有专门来侦测 这个什么 Undefined Behaviour的 一个 Sanitizer 好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叫Sanitizer 这个中文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 杀菌器那种东西 消毒杀菌 清井 好 那这个 像那个奶嘴嘛 小孩子吸奶嘴 小孩子吸奶嘴 小孩子吸奶嘴不能 不能 不能 只是拿水去冲 注意一下 你要干嘛 你要用奶嘴杀菌器 才能够杀掉它吸附在表面上的那些细菌 因为 奶嘴 那个抠水 那个什么 癌分很多的 所以吸引的细菌很多 不是靠水就可以冲掉了 那 Kernel里面也有 Linux Kernel 注意到 Linux Kernel也有这个东西 这会叫什么 Undefined Behaviour Sanitizer 所以你为什么要了解细菌 彻底了解细菌 要了解Kernel 这些细菌相关的 对 你们很期待 有些人可以先看一下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 要了解编译器 以外呢 还要了解 编译器的最佳化 甚至还要了解Link Link 在Linux Kernel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举番我们讲Linux Kernel module 很多的显力Linux Kernel module 都是一样画幅去改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Kernel module 可以挂载一个模组进来 为什么用Insel module 就可以把某一段程式码 安插到Linux Kernel的一部分 为什么 这背后就跟Link有关 所以你要去追踪 Linux Kernel module的运作机制 之前要了解Link 了解EF 了解动态执行党 然后刚才说 这些执行时期的 韩式库兰 所谓的C long time 除了这以外 就是因为前面讲最佳化的话 还要讲完 你要知道这些pre-processor 在做什么事 这个pre-processor 可以做很多奇迹引巧的事情 Linux Kernel 大量这东西 所以你为什么 你会额外 花时间去讲七语言 因为这个东西不讲 七语言根本就是这样 不会懂的 好 好 然后 那观众呢 你要知道说 这个 七语言标准是有变更的 像这个段 注意到吗 这是合法的七语言 符合2011年的标准 那所以你看 这段程度长得很奇怪 对不对 这个什么东西 冒号 这个long double 然后冒号这个什么鬼 所以它是事实上 事实上是说 这个东西 它依据我的 我带入这个 带入pre-processor的 带入这个macro进来的时候 我会依据它形态 然后我会有什么 给定不同的什么 给定不同的这个 对应到不同的这个symbol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干嘛 可以是做这个object model 所以事实上呢 在Linux Kernel也有类似的技巧 就是用这个 这个西语言 搭配这个pre-processor 搭配一些必要的机制 还有包含linker 然后去实做什么 object model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它是要 你要了解Linux Kernel 彻底了解Linux Kernel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种技巧 它知道编译器的特性 编译器编写extension 它甚至知道linker的行为 它知道linker有那个linker script linker的不同的section 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涵盖这个部分 否则你没办法看懂 很基本的 那过程中呢 你还要了解技巧 这个技巧可多了 当然我们能够讲的很久先 技巧 C section 好 就是这个 我们讲的技巧 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 这件事就是C section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什么叫做 帝王婆妇法 帝王那个 帝王婆妇数 好 那我们拿这个例子 来做比喻 就是其实它这个C section 其实很有趣 它让C元 就是这个prepossessor 让C元 它相当于有新的生命 好 嗯 举例来说 就是说 我们 我们不只是prepossess 我们有很多技巧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 举个这样的例子 好 你看上面这段程式码 它为什么是这样 那下面程式码 我什么叫 思考一下 你看上面的程式码 它用到它需要什么 需要 需要个指标 我带一个指标 这边有个整数 然后 你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我一开始先用assert 用toe 或者macro去判断说 这个drink 这个什么 这个perameter 它的这个数字是不是now 的这个perameter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一开始 我是这样子写 我就可以少掉这个assert 而且你看我的写法就是单纯多 对不对 我可以用那个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东西 用到什么呢 用到这个datenate initializer 我可以用透过这个datenate initializer 这个语法去这样去干嘛 去建构 就是去指拍这个数字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这个写法 就清晰很多 就是说你看善用语法的特性 而且又可以避免这种 就是一个now的argument 案例 好 那当然你有多这种 有很多这个极致的 你看像这个原本的写程式要这样写的 就是说 就像你可以把程式改成这样 这个我们这样lookup 那我可以指定 我这个array里面呢 它的index0 index1 是 你可以额外去指定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写 你可以这样子写 写一个innam组出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这个 台北啊台南啊台中 好 而且这个词呢 也可以给一些 如果你用的不是100 700400 而且用一个bwise的写法 好比方说 就里面就各差一个bit 好 那这个就好玩 就是每个东西各差一个bit 台北 台北在这里 E在这里 然后台中 台南在这里 那台中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什么 就可以搭配一些bitwise的操作 去做更多的行为 那基本上我们就列体的这种技巧 那注意到linux kernel 大量存在类似的技巧 好 那你一定要搞懂 不搞懂的话 你根本就没办法了解 你根本不能了解 你到底看东西导致心源 然后呢 再来是有时候你的编译器 会提供一些extension 比方说client 会提供block extension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写 帅气吧 有没有觉得头很痛 好不要怀疑 这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在client里面 是可以便利的过 帅吧 好 那一样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从第二周 第三周 就要讲这个新语言 讲这个计算机的编码 有点想回复一下你的计算机概论 有点多 我知道很多学校 在计算机概论 可能比较急迫一点 没有把这些背后原理讲清楚 好 那在第四周的时候 我们就前进到这个计算机结构 那我们就讲这个现代处理器的特型 然后这部分也是我们有安排一些路 我们就可以看参照 就是说多核处理器怎么一回事 处理器的变化在做什么事 就是你以前学过的Pypermine 你学过的Superscaler 学过的一些像Venture Protection 注写这些议题 然后再像这种Hierarchy Memory Hierarchy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也会来探讨这个 准备一些相关的教材 讲这个On的处理器 所以我也引导大家去学习这个On的架构 它的指令 它的指令集 它开发好计理器想按怎么去做虚拟化 那我们这部分的指讲座 叫做手机里的On处理器 故事就是想引导大家去表解这个部分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议题 比如说针对像说一些Microcontroller 这上面怎么去开发这个 开发程式啊 它那边的东西怎么规划 然后再来是我们有为了探讨这个 像这个虚拟机 就是如果去设计这个机器 然后如果去做最佳化 然后我们前面我们都提到的像F-Trace 这样的动态的追踪机制 那除了F-Trace以外 我们还会介绍很多 那这边就介绍一个很强大的东西叫E-BPF 那它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Diamine Tracing 一个动态追踪机制 然后它可以搭配Linux Kernel 可以让你了解多 所以我们不只不要格物自知 看到Linux Kernel 然后举出来举出去 然后格物自知 更重要的地方是 你要去真实的去观察 这个Linux Kernel的运作 那你不是去按插一堆Print F Print K 不是 不要做的机制 很多时候是不允许做Print K的 比方说你要做在Linux的Schedule里面 它是不能呼叫Print K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没关系 我呢 就在科目里面安插一小段程式 像这个程式吧 那我动态去执行这段程式吧 动态去回报 比方说Schedule现在的状况 去回报 现在的Memory的Edge Space切换 目前的这个状态值 那我甚至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一个报表出来 让你去显示必要的一个机制 这些东西有一些录音 其实对照来一下 那我们甚至可以说 第四章介绍这些 这些观念 这些计算机架构的东西 这些工具 在我们未来 了解Linux Kernel的运作就很重要 你看我们一直拖到第五章 才开始讲Linux Process 那讲过程中有点是搭配的 看这个CSAPP 就这样 这个第四章就是讲的这个处理器 所以你可以搭配去阅读这个 里面跟那个计算机组织结构有有有有有关的议题 那我们对应的作业也会有这个 跟这个相关的 然后呢 因为第七周要停课嘛 所以我们在第六周呢 会给大家一些比较多的一个作业 去让大家让那个 我们在第七周有事可以做 然后别忘了这周是有考试的 再加考试 听起来很酷 对不对 这个想法我也是觉得很酷 对不对 虽然我们放假 但是就是 你会给定了几分几秒之前 要坐在电脑前面 打开打开网址可以做的 很酷吧 对不对 然后呢总之就是第六周呢 第六周呢就跟你讲说这个数学 就是这个背后一些数学原理啦 那真的要看得知道远比这个多啦 我只是他没有摆上来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过程中呢 我们会做一些最佳化的分析 然后这个最佳化分析呢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要讲计算机结构 因为呢我在做最佳化分析的时候 不是只做big on big n n n 不是做这么简单的分析 我们甚至需要动用到什么 动用到硬体架构的资源 比如说你需要用到perf 然后你甚至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government 因为现代的这个电脑很强大 它的cpu frequency是会跳动的 再讲一次 现代电脑为了省电 它的cpu时迈 会跳动 比方说它可能有三个档次 高中低 所以平常要跑程式的高 那不跑程式的时候呢 就先跳到中 然后中的时候发现 又没有事可以干的 就是到低 那这个东西呢 对于我们要分析效能 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种 gownness 把它管掉 先把它剩一个什么 就是不给休息 不给睡 还记得咬咬说的话 不给睡 那不是说叫电脑不睡就不睡了 你要搞清楚说 我到底有多少处理器是可能用的 然后所以呢 你看中间就是 你要知道说这个什么 现在要知道说这个 你用的电脑是在哪一代 比方说 这边来讲话就是 第四代的intel core i7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你要知道每一道指令的延迟时间 你要知道说它的这个 我们做这个编译出来的程式 到底是怎么去执行 好 然后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 网络上能够查询的 知道是相对有限的 有些新一点的处理器 可能有些细节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 我们今天做这个最佳话 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是到 做出什么 Bigger01 好 这么简单 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 我们不是只是在演算的层面 要好而已 好 我们要在真实实际的执行 所以不然说你要考虑到Cache 你要考虑到Memory Hierarchy 你要考虑到System Code 你要考虑到那些 像Pagebox 要考虑到说在这个 我的印上 我有这个Out Order Execution 我要考虑到我的Memory Barrier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最佳话的时候 要考虑议题是很多的 所以你到第六章的时候 又把前面讲这个处理器的地方 又重新再琢磨一次 然后4月开始 我们就开始来细致的讲这个记忆体 记忆体在Linus Kernel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Linus Kernel有很多程式码写的很奇怪 为什么写的那么奇怪呢? 就是因为跟记忆体 跟那个 像考虑到Cache Line 比如说你搜寻Linus Kernel Cache Line 你会发现说 你用这个关键字搜寻 你会得到一个不得了的结果 高达1000多万币 搜寻结果是Linus Kernel Cache Line 不要怀疑 Linus Kernel一天到晚在做Cache Line 这边可以找到一大堆 或者你后面加个Page 你会发现 一天到晚在做这种 这边可以找到一大堆 或者你后面加个Page Page 你会加个Page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 好 你看到吗 这东西很老板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Page Store Information 好 那这个机制就是 我们在硬体上会有一些 就是 我们在硬体上会有一些 我们称为叫Performance Counter 就是简单说 你去思考一件事 你如果一个人跑 马拉松赛跑 跑21公里 这么长的路 或者跑10公里 不然你跑10公里也好 跑20公里也好 你跑很长路 你可以带着马表去跑路 就是起跑 然后起码按马表 到终点的时候再按一次马表 你可以知道时间差 可是你在百米赛跑 可不可以带着马表去赛跑 可以带 但是别人按 不能自己按 好再讲知道 你在百米赛跑的时候 你没办法做到一边按 然后跑跑 然后到终点的时候自己结束 你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时间一定会不准 为什么 因为百米赛跑的时间太短了 你看很多职业的赛跑者 都可以在10秒内跑完 100公尺 可是按马表的时间 我按马表 跟我有没有检查完 就超过那个线 这件事光是这个检查 它耗费时间 很可能就会让你的表现超过一秒 然后或者说 让你没有跑完 就是说你可能 因为你跑出来要检查 我到底到了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 在什么呢 你没办法自己测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处理机来讲 会有一个独立的 我称为叫Performance Counter 这样的一个 独立的电路 独立的一个元件 在检测CPU的资讯 所以像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在讲PSI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去帮助我的CPU 帮助我的Memory 跟Io 去告诉你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像这种机制 它也会更加低 一大堆什么 什么Cache 什么贵的 这个你有点概念 你这么有点 我去探讨 所以我们在第八周开始 就要开始讲Memory 先讲Memory Hierarchy 这个东西就可以讲蛮多的 你千万不要想问这东西 你以为Cache只是这样子 只是说翻译成快取 注意到那个要念Cache 那它不是只是把它叫做快取记忆体 不是那么单纯 它不是快取 不是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Cache没用好 还会变慢 那像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个什么 专门讲CPUCache 注意到这个字体 我们把它放大 为什么 你们看 天啊 这篇文章怎么那么长 跟你讲更酷的地方是什么 光读完这篇是不够的 你可能还要交叉对照另外一篇 所以我们再写另外一个教材 再讲如何看懂这一篇 好 然后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这个 我们讲这个Cache之后 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Virtual memory 那Cache的问题搞定之后 下一个真正难的地方才叫Virtual memory Virtual memory难在哪里 就是说你要知道MU的使命 MU使命在做什么事情 它不是在 只是做字面上的管理那么单纯 它还做的事情很复杂 比方说做Memorial translation 从Virtual到Visical translation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会涉及到另外一种Cache 叫什么叫TLB 那TLB本质上是一个Cache 所以有Cache就会有MISS 有MISS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对应的Penalty 所以MU本身它对效能 对正确性的冲击 其实很大 那麻烦的地方在于说什么呢 在于说我们要搞懂 搞懂这个 这些整体的影响 所以不然说像我们讲这个 像我们看到什么PageFault 不然说这个 记忆体管理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甚至像那个CSAPP 第九章 它还最后呢 就要有一个对应的作业 就要做一个Memory Allocation 就是让你去发展一个 记忆体管理的程式 也就是说让你自己去写个Mail 写个Free 然后让你自己去管理第一题 这背后的学问是蛮多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在Linux非常困难的议题 这也是很 往往的很多时候 你读那个书本 读那个 讲那个Linux 讲那个Virtual Memories 有时候有时候会很头疼 头疼不知道再讲什么 因为你可能背后的背景支持不住 不过我就钻置在这上面 然后在历史周围的时候 我们就要探讨这些Io 这Io就还蛮多的 就是说我们讲Io很广 先从像是Train Io 或者Unix的一些Io的逻辑 然后不然说我们会用网路做例子 Io的架构 就是这个阶层架构 网路从device device driver 内部Stack TCIP TIVStack 主持这些议题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会带着大家去看 就是说有低接的Io 还有一些像我们所谓的Buffer Io 那注意到在Linux课档里面 也有大量这种操作 就是说有一种封装 然后会有这种对应的Buffering 好 然后呢 但是光有这些东西还没有够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还会涉及到一个东西叫 中断 中断处理 好 中断处理呢绝对不是致命上的意思 那么单纯 不是说哎呦我这个做到一半就停下来 不是那么单纯的 它背后的涉及是很复杂的 尤其呢你在多核的时代 多核心的时代 然后呢在那个虚拟化 还有还有发言说这些安全隔离 就是一些你可能知道 就是像TEE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像这种TEE 这样的介入 你说这东西距了好远啊 这个东西高大上 拿出你的手机来 你的手机里面呢就有多核心 你的手机里面就有寻滑 你的手机里面就有寻滑 你的手机里面就有TEE 对吧 你每天都碰到东西 但是你对它是很不懂的 对不对 你不觉得有种危险其名的感觉 对吧 你每天对吧 你的男朋友女朋友都没有抱那么紧 对不对 你上次都不会带着你男朋友 每天都去吧 对不对 但你上次都会带着手机去 所以你会发现 再次自己也就像文主 你就是个文主 但学习另一个是可能 可以让你及早摆脱文主 好 那总之呢就是 这个就是到第10周 所以到第10周 我们的课程已经超过一半了 然后第11周的话 我们可以讲一些资料结构 那观众也会讲到一些物件导向 对比方怀疑 Linux Kernel也可以做物件导向的设计 它还有第三Pattern 然后我们在之前有讲过Link List 然后这次我们来探讨一下Q Map Binary Tree 基本上这些结构都很常见 那我们会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一个档案系统的例子之类的 那在第12周的时候呢 就会涉及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叫做同步机制 就是你会知道像这种Send for Mutes 这种 它还有各式各样的Lock 像是Spin Lock 然后 那光Spin Lock呢 背后就有很多变形 然后注意到了 这个东西跟多核处理器 都会表现又是多核处理器 多核处理器 在这个环节扮演的东西可复杂了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像那个 就是在那个 像你可以看到在讲话 光是Spin Lock 就有一大堆这种 就是这种Spin Lock 而且这还是常见的 在那个Lineken 陆续发展都各式各样Spin Lock 然后还记得前面不是讲那个Cache 然后讲Cache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 那个 要避免那个 我们称为叫Cache Line Bouncing Cache Line Bouncing的问题 所以你看 就是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Linus Kernel 其实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讲说 了解Linus Kernel 就是学习看待这个世界 因为这些问题 你不是不知道 其实你过多或少都听过 对不对 如何 你知道Cache 你知道那些效能冲击 你知道那些Lucking 但你不会把它当作 你不会把它串击起来 你会把它当作一回事 尤其要考试的时候 对不对 你会把它当作一回事 你就背对演说法 但是你要怎么解释这些东西 或者说 你要怎么 在一个DUT 就是Device Under Test 给你一个装置 像我以前 面试的时候 有时候面试一些 有点变态的东西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 就丢一只手机 丢一只Android手机 我就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拿到root 怎么存取到这台机器 能不能知道它里面是哪个版本 你说简单的 我在那个setting时 不是可以点到 Android里面的setting时 不是可以点到那个资料 有时候你印的资料是假的 对不对 你说天哪 怎么会有人印出假资料 这个东西就是 尤其在九年前 这很常见 你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九年前那时候电脑 那时候手机 有很多还是单格的 多核手机 要在2011年之后 才会广泛的出现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 很多手机还是单格的 单格不打紧 那时候很多公司 还是用很差的处理器 所以不要用 案内的处理器 在跑Android 很辛苦在跑 所以有时候会遇到 那还有一个Android的改版 就是改版改的很轻牢 在2009年还有2010年 那时候很狂 Android一年 就是Windows三年改版一次 算很多了 但是Android是一年改三次 太狂了 根本是Microsoft十倍速度 所以很多公司改速改不了 就是跟不上怎么办 做一件很狂的事情 在Setting时动手脚 就比方说如果它是Android 2.2 就把它改成2.3 强制改数字 受不了 对 所以我以前面试就喜欢这样面 然后就是丢一只手机给它 问它说 这只手机是真的2.3 还是假的2.3 好 那 所以你看 你以前很少会去思考这种问题 对吧 就是说思考 给你一个DUT 我要怎么知道 它里面具体是哪一个版本 到底哪些东西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哪些东西是符合我们一起运作的 哪些东西多数时候符合我们一起做 但是有些拼值 像这个议题就是 尤其在同步机制就很显著的一个反应 好 然后呢 在这个D13周的时候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 这个 对设计到排层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讲这个 前面讲过很多 很多次 那是给别人的议题 好 然后在后面都是这个 装置去用程式 这部分的教材都还在还在写 那如果说你有些想法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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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个粉丝专业跟我来讨论 然后 我们在这个学期呢 还会做一些比较特别 就我们会探讨版本系统 除了探讨这个典型的Virtual File System 以外呢 我们会去探讨Fresh Memory 包含说在Android手机上 有用到的这种F2的FX 就是针对这个Fresh Type的 Fresh Type设计的这个File System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就是来 会来继续来探讨这个 多处理器架构 就是多核的架构 包含说它上面的Timer Clock Source 然后包含说 我要怎么去做 针对这个 做 Scape Edge做追加化 然后包含说它里面的Main Barrier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说你大概知道这个 有哪些教材 这个有一半以上的教材 扣量还没写的 就是一半以上 有写出来的教材 都是有什么 有录影的 那所以你可以 慢慢参照 有贡笔可以看 那请你看贡笔的时候呢 不是只看第一层连结 它里面比方说 讲到内容 就顺便点一下里面讲的资料 好 那这个地方是这个 教材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你要如何参与 这个 透过网络参与课程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每一周呢 都有什么 每周都有个像刚才展示 给大家看的这个 课程表 然后呢 你可以跟着来写作业 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举那个去年 比方说呢 这边有一个作业 就是我们每周都会公布新的作业 所以这个 第一周的作业会在 2月19号 会公布 好 比方说你看哦 这个是去年 去年那个作业 就是说呢 它有个作业要求 稍微描一下 所以这个作业要求 叫NableZero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诶 这边作业要求 就是说 郁琪你要 强化你的英文阅读 应该说 让你有勇气 面对英文阅读 不要怀疑 你会觉得可能很好笑 但是 有些成大学生 有些 我不知道那比例有多高 但是应该有大于 大于 大于五成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 反正很多学生对英文阅读 是有障碍的 但是考试的时候考得过 好 那总之就是 第一个应用阅读 然后再来是吸引人程式设计 然后再来是 休息使用 Git跟 GitHub 了解 如果去分析项目 好 所以 这边来讲话 就是 第一个 像这个作业就很有趣 它有个自动评分系统 就是说 它要求你去写 要求去写一个 Q 就是 依据 依据 题目的要求 写出一个完整的 一个 Q 就是 先进后出 后进先出 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过程中 你每次实作的时候 它都可以去用个 命令的方式去检验 但是你也可以干嘛 你也可以用个 Mate Test 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输出 比如说 你一开始拿到东西零分 你什么事都没做 零分 然后你慢慢一步一步去设定 所以 你可以把你的什么 可以把你这个写作业过程中的 就是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你可以把程式码 贴出来 然后 也不要担心说 这个 写出来之后被人家吵了 其实不是 就是 我们 就要个认知 我们东西做得好 就是给别人看 那 你给别人看的时候 别人也许会指出 你哪些东西没有做好 好多人 你可以改进了 或者反过来说 你有时候做不太出来的时候 你去看别人做 你可能会有些启发 当然不要永远只是看别人做 然后 事情都不做 这个基因很重要 最好是你看什么东西 有什么启发 你就把它记下来 中间过程中做什么事 你也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中间发现 哪个地方是有困难的 有障碍的 就像这样子 就是 来讲话 他去看 这个实作过程中有什么 读解了什么 跟你讲什么事 然后中间又做什么操作 注册的 这些行为 你把这个功能记录下来 然后去思考说 又要怎样 这个link list 是哪一个 然后去比对 他的流程 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 这些东西 然后哪些东西 品味不够 对不对 就是实作哪一步 甚至还可以检查 他的这个 有没有memory leak 出谁这些 那些善用工具 那你看 逐步 一路一路 所以一开始分数可能不是很高 你看你得到多少分 一开始得到 一开始得到这个分数 后来发现什么 后来发现 其实东西在改进 然后再去思考 这个东西为什么运作 就我们题目有这些要求 所以你可以 来练习写作业 所以这个 你要练习 其实做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 共笔 打开来 开始干嘛 开始写 就是说 开始去 开始去做 记录你做东西 然后那个 我有空的话 就会去 打 就是给你一些 建议 一些评点 然后 顺便回复一下 刚才这个 刚才提到一个议题 因为很多教材都是放在网络上 所以事实上 你 如果是有选课的同学 就是 你事先就可以预习下一周的东西 你可以先去看下一周内容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 只会画重点 所以 这里面 你看 里面很多议题都要花很长时间 这个三小时 这个又是三小时 又三小时 三小时 就好 这边好几个 这些加起来可能就15小时了 可是呢 有趣的一段议题 在课堂上呢 可能只是会花个 15分钟 20分钟 让你画一下重点 像现在在做事 画重点 那画完重点之后干嘛 数量测验 所以变成说 你一定要先预习 那 课堂上除了这个 做数量测验以外 你会做什么事 会把同学们的作业 特别的话就是这个 把同学们的作业抓起来 找出来 所以 如果你要来学校 如果要来课堂 你应该先把 作业写好 因为你没有作业写好的话 会很尴尬的嘛 就是 把你点起来 就是我希望 我每个同学都可以点得到 点起来 然后叫你发表 向你写作业 做这些 因为有时候作业是写程式的 也可能是把上周的 或是之前的水塘词 测验重新做一次 所以我们 我们水塘测验 给大家看一下水塘测验 长什么样 我们水塘测验呢 就是 水塘测验 我们水塘测验 基本上就是 会有给一些题目 那这个题目的 基本上就对应到每周 每周的进度 就像说 你会看到这个题目 就是给这个程式码 这样补完 不要 就是 补完这段程式码 让它做出 excuse over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边的东西是 都是operator 所以你才去 从OP1234 看是哪一种operator 选择题 然后或者是像这个程式 然后 底下可能会有一些颜色问题 那这个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的作业是 那个 上课的时候 会有个水塘测验 然后呢 当周的那个作业 就是把水塘测验做一次 然后把延伸题目 也把它做出来 所以就是 我们在课堂上 就会去讨论 然后你可能好奇说 那我透过网路上参与 可不可以来作答 可以的 而且欢迎来作答 就是说我们这个助教会 每一周呢 除了把题目放上网路之外呢 会有个作答表单 所以你就可以去写你的 啊 姓名啊 学号 如果你是旁听的话 你写旁听 那 网路参与的话 也写旁听 一句的话 所以比方说 我就 示范一下 我旁听自己开的课耶 好棒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这个估计表单 对吧 就是一个题目 要干嘛去作答 所以我随便乱写 最主要是随便乱写的 好 好 我紧张哦 嗯 好 然后呢 最后的啊 最后就是发现 一个 行不行 好 提交 好 所以你就看到意思吧 因为就看你的 呃 你就看你的分数 所以看 诶 这题对的 但是这题是错的 错的 好 所以看我每一题呢 就会有 就对应的这个 你可以知道 正确答案是什么 好 然后这个 这个线上表单 好 所以你就可以善用这个 善用什么 善用这个线上表单功能 好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是透过 网路参与的朋友 就是 因为过往可能参与一个课等字 旁听 好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 用一个穷人方法的 穷人 穷人的MOOC 真正的MOOC 是那种需要很多助教的 但是我们做的穷人MOOC 什么叫穷人MOOC 就是一个老师 一个助教 但是也可以做到 让很多人通 线上参与这个 这个课程 所以欢迎各位 就是尤其 欢迎各位是通过网路 来参与这个课程 所以就是 请你呢 就是这样 就是把这个 把我们的课程 课程网站 加入你BOOMARK 然后每周都会更新 所以我们的上课时间 就是我们上课时间 是在每周的这个 每周二的下午三点到 到下午六点 所以就是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说 你可以每周二的下午三点 把那个课 如果你是通过网路参与的 你就可以 下午把它更新 或者你回家 上班族回家 想要学习 那就是星期二的晚上 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可以 就可以在讨论区上看 然后因为我们 我们在课堂时间 就是说 你在网路上参与 是没有课堂时间 但是在课堂时间 会讨论 那我们也会 也会把一些讨论的东西摘要 贴在这个讨论区 做各位做参考 那希望呢 这个课程 对各位是有帮助 那最后呢 有句话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们这门课 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 我为了开这门课 其实我花相对比较多的时间 我不敢说很多 就是相对比较多的时间 去研究怎么去开课 研究怎么去交大心理员 去了解大家 到底真的是哪些地方 不是很懂 或者说心理的障碍 包括很多成大同学 可能有一半的成大同学 英文阅读都会有很大的心理障碍 是有能力 但是心理有障碍 像这些东西要克服 所以我们这门课 其实真的还蛮难的 就是不只他背景知识难 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学那么多科目 很多东西 就根本是把大学的东西重新学一次 这个挑战很大 但是说真的 这件事就是说 这个追求的过程中 让我们有能力 也许有能力去追求梦想 像我刚刚讲的前面提过 我希望我们的 尤其国立大学的毕业生 是有更高产值的 那虽然给各位那么好的环境 就是 但是 一个毕业生应该回报更多 就是简单说 你可以缴更多的税 你可以 可以帮助别人 在自己过得好 可以帮助别人 但是呢 我换个角度想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个 这样的一个梦想 其实它很多时候 可能会被拦用 就是 梦想跟 白日梦到底有什么差距 其实很多时候是 是什么呢 如果你 没有一个步步为引 然后去 然后 稳扎稳打的前进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 梦想就会跟梦一样 就是说不出所以 时间过就忘了 这么做 但是 我希望我们参与这门课的同学 不管是有选课的同学 不管是旁见的同学 或是透过网络参与的 你是真的稳扎稳打的错 然后 而且你是真的是 因为过程中 你会遇到很大的挫折 然后 要挫折的时候 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想办法去透过打群架 就是 打群架方很多 就是说 即便是网络参与的同学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往讨论区 然后真正去 让你有更好 更有能力 有勇气 有Guts 去面对这个 咨询科技的挑战 以至于 你可以真正在这地方立足 然后 然后 参与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天 可以 可以摆脱 摆脱 这个 作为先进国家的 科技殖民地的一个 一个 困境 这是我开这门课 有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好 那我就是 介绍 跟大家介绍到这边了 好 然后就是 在此的层次邀请大家来参与 好 谢谢大家